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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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也沒有像我們那個傳統做過的訓練 你看我們的教科書 剛開始都引起動機對不對 引起動機大概一兩頁跟你的生活經驗有關 講完之後就開始一些知識性的東西放進來 我就想說一兩頁就能夠輕易引起學生的動機嗎 到底是你引起他還是他自己引起自己的 所以那是一種外在動機還是內在動機 這是第一個可以思考 第二個我們放在知識放在中間 後面通常是來做實驗 做實驗的時候告訴你問題是什麼 問題要告訴你的 實驗器材告訴你 研究的那個實驗的步驟也告訴你 一二三四五六 最後還問問題 高中可能還好一點 中小學根本有的是什麼 那個底下畫一條線讓你點 答案 那我們做的只是什麼 只是在repeat前面學過的東西 我們所做的前面都幫我們規範好了 所以你如果做錯了老師還說你不認真 那個實驗數據錯了老師說你有實驗無差 所以我們都什麼 我們過去做的一些科學的實驗 不管是探究也好 都會有很強的目的性 我們好像必須要默默的被Follow 在走在某一條研究路上 那個探究的路上 最後得到預期的答案 這樣的一個過程叫做探究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設計一個實驗說 這個是有不同答案的不同做法的 通通都是對的 甚至什麼 最後根本沒有答案的 我們從小學習的過程當中 那很難體驗到說 沒有答案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昨天你們碰到了一些問題 大家會發現 其實什麼 用了很多不同的探究方法 重點在哪裡 在那個過程 不在什麼 在最後我要得到那個答案是什麼 那我相信107課剛要上路了 尤其是那個4小時 大家可能會相對比較陌生一點 到底我們到底要放什麼東西在上面 有沒有辦法 有一個很讓人家陣容乏饋的一個東西出來 我拿回去放在學校 你看多好 可能是大家今天會來背後 習以為常的一種動機 就是我來這裡就是要學什麼 我要帶什麼回去 可是有時候你帶回去的 這個演習要給你的 要帶回去的不是那個實質的東西 是一種什麼 一種過程 一種理念 一種方法 你體會了之後 其實各位老師我相信你們在教學職場上面 都非常有經驗 這套東西帶回去之後 你們千倍萬化可以設計出不同的課程 那個都沒有什麼 對各位都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這樣幾場下來 大家會碰到有一種 延期預期 我今天想要得到 跟我實際上得到的一點落差 在這個地方 我希望說這兩天的延期 昨天大家已經經過一天了 那今天的延期 大家可能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最後可能有一個綜合座談的時間 也許那個部分的意見回饋 會比什麼 我們這個過程更為重要 因為那是我們實際上關係 跟我們接下來 分成要進行的 一個議題比較有關的 那我今天大概幾個講師討論一下 包括跟任老師那邊討論一下 昨天進行了簡介還有 那個自地月那個 運動還有太陽能 跟看影片對不對 那今天大概會進行 早上進行兩個活動 第一個就是 接下來大家看到這個 第二個呢 會有一個方位的問題 那昨天美會跟我講說 有一些化學老師 他可能需要有一些化學的議題 我一直在想 這個東西 既然是探究 他可能是一種什麼 化理率化學科的 不要再去分 這是物理性的 這是化學性的 這是立刻性的 或什麼 其實 你們去看一下那個107課 剛剛第一個課程目標是什麼 涵養生活 資能 所以我們所探究的 其實你綜合來講都是什麼 都是跟生活有關係 昨天日理業有關係 現在開陽能板 我們家裡可能都在裝 今天這個大家都碰得到 所以 我在想說 可能要打破那種學科上面 大家洗以為潮 這個我要放在化學科來進行 我這個要放在無理科來進行 那昨天美會跟我講說 有化學老師他希望今天有化學的 那也許這個就可能跟化學有關係 因為容易嘛 容易可能跟化學比較關係 那下午的部分 我們會進行一個訊號的傳遞 訊號傳遞 那接著是綜合作談 好 接下來這個探究活動非常簡單 各位桌子上有三杯 紅色的液體對不對 三個燒杯 好 這個呢 我先講一下 燒杯的大小不太一樣對吧 有的500的有的400的 不太一樣 阿容易的高度呢 也不太一樣 體積也不太一樣 這個是完全是亂到的 亂到一通的 那杯子為什麼大小不一樣 沒有什麼特別的線索 只是因為買的時候 老闆說 400的沒有了 500的要不要 就這樣湊起來 那這個 這個探究 我一邊 大家一邊當老師 一邊當學生去體會 我覺得這個探究只有三個字 就是 這個是老師的部分 我們給少一點 學生呢 多學一點 上一次那個黃虎坤老師來 他有講說 老師跟學生 到底他的角色是怎麼樣的 後來 我有一個體會 我們傳統的老師 都是什麼 老師覺得自己很厲害 名師嘛 對不對 我要學很多 我要成為台北市最有名的科學老師 理化老師 物理老師 化學老師 學生去上這個老師的課 學生覺得這個老師很厲害 對不對 我學完之後 我的成績進步了 學生覺得自己很厲害 對吧 我們走這個模式這樣 老師覺得自己很厲害 學生覺得老師很厲害 學生覺得自己很厲害 學生覺得自己很厲害 透過這個探究 讓學生覺得什麼 自己很厲害 我今天竟然可以 從我的探究過程中 找到一些 我以前沒想過的 他有一種滿足感 對不對 他透過自己操作過程中 他印象很深刻 他覺得自己很厲害 以前我都沒有說 沒有想到 怎麼現在想到了 好 結果學生覺得自己很厲害之後 第二步 學生覺得老師厲害 哇 這個老師竟然可以設計成這樣 讓我以前沒有想到了 做出來了 想到了 我以前不太喜歡科學了 我現在喜歡科學了 學生覺得這個老師不錯 老師才會覺得 真的喔 學生這麼喜歡科學 我自己還不錯 所以老師覺得自己很厲害 所以我們可能需要反過來一下 所以這個是我們去那邊 大概有一個體會 老師給的越少 學生就可能要做的越多 我想的越多 那今天這個探救活動呢 我只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 問題的行程 你看到這三個容易 你會想到什麼問題 第二個 你的方法是什麼 你要設計一套 什麼樣的探究方法去驗證你的問題 第三個 你的結論是什麼 你從這個做出來探究的過程當中 你得到了什麼結論 這個結論有沒有辦法去回答你的問題 OK 所以好 大家現在看到你桌子上有三杯的容易 那我們後面的器材呢 隨便你拿 即便是昨天做過的 你看得到的通通可以拿來當 你那個問題驗證的實驗器材好不好 所以大家呢 我們現在 先付給大家時間 大家呢 討論一下 然後到後面去拿 你所需要的器材 你想到什麼問題 你覺得你需要什麼器材 我們到後面去拿 拿回來之後呢 大家去討論一下 看怎麼樣去驗證 最後得到什麼樣的結論 OK 我們活動開始 你這樣 好 就這樣 好 可以 摸好 你可能會不會 很離開 那 收集上面 在上面 它會網民 寫著 上面 坐下 好 跟那 先 然後 右 所以這次可以下課 好不錯喔 所以我們用過的把這個 可以跟那個一起 欸 可惡才叫客人 反正都可以 吃掉了 我現在笑了 他叫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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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老師 在大家動手操作的時候 也要請大家注意一下 你們行程的問題是什麼 行程的問題 請我把它寫一下 還有你們用什麼方法探究 最後得出什麼樣的結論 就大概這個部分 請問一下 好,所以不會倒電 好,所以第一杯不會倒電 好,好,好,好 倒一百 那我就先過來做好了 責任不是有人用這個看嗎 都給你倒了 這樣控制好了 一切 沒有什麼 拿一個來擠它 三杯都是 一杯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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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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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給他給我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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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杯都是 三杯都是 非見錢 所以有電力版的 可以放費 但是 可以 可以 就是 任務轉播的效率 然後 他們就說一口 他就說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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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什麼進去 你想要放 你另外 你可能就講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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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 我們用面子 面子 就是 一項 可以 幫我幫你 請 我可以 幫你 幫我幫你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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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我幫你 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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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完一個以後 就擺回來 沒有 沒有 要擺 耶 耶 幫你 幫你 我 幫你 幫你 我先去看他 他 這是 他 好 來 第三份 會不會是那個電池沒有電 沒有電量太小 那我沒辦法給他 你先進去看看那個電池 很棒 沒有特別 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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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劑量很重要 一點點也沒關係 其實我們可以把第一次放在 給你慢慢放 就是一般沾到液体的那种感觉 没有 你会量量就是刚下去的时候 就是液体碰到的 我记得有一杯酒精应该是 对啊 你用三个同时 你三个同时 我的意思是你三个同时 那我们就画一个实测费 有限实测费 不可怜啦 有啦 你觉得他有办法塞参大吗 有有有 真的 所以说我先调GIN 那我帮你拿 可以拿一边 那我帮你测费 那我来测费 放进去接触就好了 我先测试一下对照主 好 我先测试一下 确定没有 没有等 OKOK好 那我们再说 这是A吗 先重新 3 3哦 好 开始了哦 等一下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A8 好 他有接触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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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自己量 3是没有 要不然一次测完 3就是能接多一点电池 就是串通的 然后再换一下 然后再换一下 诶 诶 好像很甜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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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老师 请暂停手边的工作 你们已经熄灯了 在教室 有时候我要 請 学生注意的时候 我就把教室灯 全部把关起来 它这些发现 怎么不一样 嗯 可以帮我打开一下 打开 谢谢 好 各位老师 你手边的工作 请暂停 呃 待会儿呢 我们要 请各族去 對於報告他們做的一個整個過程 那報告的部分是 它是整個探究活動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學生做完探究之後 他要能夠去他的過程把它講出來 所以待會大家報告的時候注意一下 你的問題是什麼 這三杯容易你的問題是什麼 第二個你設計了什麼方法 第三個你透過這樣的方法得到了什麼樣的結論 那你這個結論有沒有去回答到我們的問題 OK 那我們是不是從這一組開始好不好 所有夥伴我們一起過來這邊 聽聽看他們的做法是什麼 第一個是這三種容易它的比重 我們就用一個浮體 然後看說它在那個水裡面的排開體積 那排開體積如果越大的話 代表說它的那個比重 比重是比較小的 比較小的 那再來我們做的另外一個東西就是 就是這三倍容易的折射率 那實驗方式是這樣的 就是 我們就 對固定方式 就是把這主線放上去之後 然後就容易倒進去 那我們的高度控制在那個40毫升的這個位置 那去看就是我拍攝的角度是固定的 固定的那它這邊看起來會有兩個像 一個是側面的像 一個是上面的像 那可以從上面的像的彎曲程度 跟側面的像的大小 去判斷它的那個折射率 就是側面像看起來越大的話 或是上面彎曲的越厲害 代表它的折射率越大 所以這個是我們做的部分 好 稍等一下 你得到了這樣的一個折射率的做法 這三杯有什麼樣的發現 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三杯 我們根據我們照片的判斷 折射率是 大概是二號容易最大 然後三號容易尺是一號容易最小 二號最大 對 三號 七次 然後 所以 所以折射率的大小關係就是 二大於三大於一 好 好 那再來就是那個 導電導電度的部分 我們測出來這三杯 應該都是非電解質的東西 都不會導電 好 那個 我補充報告一下 應該要 其實應該說 我們看到這題目的時候 先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是 當然用眼睛線去觀察 觀察發現三杯都是一樣的顏色 然後 只是說像老師這樣 很重要不一樣 所以我們第一個 因為我是教數學 所以說我第一個想法 就是要玩那個 很像粗溝到體積 那樣 後來發現 不對這個題目 不是很好玩 就是我們要判斷這三杯東西 究竟是什麼東西 是我們的問題 所以說剛剛 剛剛他 就是我們有人去先測了 導電性的問題 然後折射率問題 那我這邊在測的就是它的非化性 跟它隨著溫度加溫之後 它的溫度變化的部分 那本來是想要測它的廢點 因為三個的味道聞起來 已經大概可以確定 有一杯是水 然後有兩杯是屬於比較 有嗆味的醇類 可是到底是怎樣不知道 所以說我們就開始設計 這樣實驗去做 然後它做出來結果會滿接近 我這邊做的是 因為我除了在加熱之外 旁邊還會滴了一滴 在旁邊讓它測揮發性 很容易就發現就是 第一 一號燒備 一號液體就 在不到三分鐘之內 就已經揮發完畢 然後那個三號的大概經過了 五分鐘到六分鐘左右才揮發 然後那個 那滴也沒了 二號的還在 一直都還在 那溫度變化的話 我們大概是每三分鐘測一次 因為以昨天 對這個燈的感應 就是說 大概三分鐘比較適合 所以測出來圖大概排出來 也是這個樣子 裡面有比較有趣的圖是 一號液體跟二號液體 其實是呈直線的 可是三號液體 比較奇怪的是它溫度到一個部分的時候 突然變成它會緩下來 那很明顯可以懷疑 就是三號液體可能是混合的 就是水跟酒精的混合體 然後目前我大概測出來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其實因為剛好它的交叉死邊 是大概十二到十五的時候 所以說是不是要持續下去去看它的那個 像那個已經開始接近含肺炎了嗎 這方面現象比較嚴重一點 對 那我們現在可以判斷出來就是 的物質應該是 一號應該是 你要怎麼樣 一號在這裡 一號這邊 一號在這裡 對 一號應該是乙醇或者是駕醇 我不知道 然後二號是水 三號是介於它們之間的混合物 就是水跟酒精的混合物 那因為我們本來第一次判斷是 應該有一杯可能是 甲醇或乙醇去分 所以說才會想要用肺點去做 因為甲醇的肺點是大概65度左右 乙醇是78度左右 可是這個燈不知道能不能測到 可以讓它到肺點不知道 所以說現在就繼續在這加溫中 看能不能得到這樣的結果 大概就可以 我們的假設是它可以 利用這個實驗的方法 去找出這三個東西的性質不同 然後去判斷它到底是什麼東西 因為就是裡面的問題裡面是 我們完全不知 所以說我們也上網去找了一點資料 了解這些化學 這個醇類它的變化是什麼 然後才設計這樣的活動出來 是這樣子 其他夥伴有沒有要補充 然後我補充一下 因為我一開始是直接用人體實驗 就是 去沾 然後沾在手上去趕 可是 我們發現人體實驗真的不太準 毛毛的 對啊 就是感覺都是差不多 那算了 那後來就是 對 就設計一些方法去做 還好是瀏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又不會科學實驗 啊 我們沒有準備瀏酸 下次我們加一點好了 哈哈哈哈 其他老師對他們的整個設計 或整個實驗有沒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 你三個杯怎麼定量 都是100毫升啊 怎麼量出來是100毫升 就是以它的刻度100毫升 因為我們剛好拿到的燒杯式都一樣大 同樣的規格 同樣的大小 如果是不一樣的規格 理論上那個燒杯的刻度 對就是因為它加熱的面積不 受熱面積不一樣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就把 我們故意就還去後面偷拿 所以我們說我們的燒杯都那個 然後沒有考慮到就是加熱速度的問題 因為小燒杯那個可能受熱面積比較慢 所以我們找的比較快 然後大概就是 因為沒有止血涼杯 所以我們以上面的刻度大概就是100毫升為基礎 然後就到處來直接做這樣子 因為受限於時間 如果可以更精細的話 還可以設計分分細部的 去討論這樣的問題 折射率跟哪些因素有關 就是看討論 為什麼要吃折射率 因為折射率有些 如果它是純物質的話 它的折射率就是固定的 那我也許可以從折射率的大小去判斷 當然因為我們這邊沒有辦法做定量 所以我們只能就它的那個大小去做定性的虛速 那定量的話可能就是 也許我真的把它的定量折射率測出來的話 可以去找說它也許是哪一種的物質 那如果滾兩種以上你就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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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不同物質也不一樣 對 所以這個方法無助於判別它是什麼樣成分就是 沒有辦法 對沒有辦法 只能比較 對只能比較 對 確定它是三個不一樣的導熱 你為什麼不用這個杯子做導熱 會更好 沒有刻度 沒有刻度 對沒有刻度 就是量好倒進去就好了 這個導熱比較寬 我們剛剛就找不到這個杯子 因為換你這個 因為當初就是在找 可以電到一個高度 讓它加熱的效果會比較好 然後後來發現這個杯子 剛剛全部被我騎來了 我這邊請教一個問題 這個圖上面 它的初溫不一樣 為什麼 因為有一杯已經加熱進去 準備要測 測費點 就有同組 那你為什麼三杯不一起測呢 因為我們時間也不夠久 如果以我做時間習慣 我還是會 因為同一組儀器做的東西 它才能控制某一些便衣是固定的 因為我習慣 只是說時間有限 所以他們建議用三組 好 因為我現在是測溫差 所以說其實初始溫度就不是很重要 那你後來的其他兩杯的溫度會一樣 兩杯也不一樣 所以說就是每一個都會不一樣 因為像第二杯的初始溫度是25度 一個是24度 其實它本來初始溫度就會有差 所以它Delta-T有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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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嗎 現在這個嗎 現在有一點點不同 他們應該用Delta-T Delta-T來做Data比較好 對 所以你們應該做單位時間內的變化 溫度變化量 對 當作你們的重組 對 你們那是原始溫度 這樣子 Delta-T有什麼不同 我這樣有點看這裡 斜律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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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剛剛說要來這組的時候 我才剛剛幾句 對不起 對不起 現在就是只有溫度的變化的部分 然後做成Delta-T一定會 應該是會很明顯看到 因為現在就已經大概 我這邊手手上有隻沒有化成毒 對 下次我們如果最後一組的話 斜律看起來不一樣 請問就是您剛開始說有做那個 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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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重的結果 比重的結果 對 這個二的比重最大 然後 你們是用什麼東西 對 你們那浮體怎麼做 你們那浮體是怎麼做 因為我們做出來不明顯 對 那個蓋子怎麼會明顯 可以嗎 是那個 那就是那個 這個 這蓋子嗎 這蓋子 這兩個蓋子 兩個蓋子 是同一個蓋子丟三個杯子嗎 對 它就是兩個蓋子把它合在一起 對 就是兩個蓋子 成在 怎麼看它成立的體積 怎麼看它成立的體積 就 我們用照 拍照然後放大去 去比較它的那個 因為其實遠遠看都差不多 對 一定要放大去看才能看出它的差別 然後放大倍率要一樣 怎麼控制呢 三樁這樣 所以這個拍攝的時候 拍攝的位置跟角度 就要控制好 就要控制好 然後再來就是 放大倍 因為我們這個 控制好之後 我們在那個調整上 就是我們不能講說百分之百 控制的剛剛好 但是就是讓它盡量 盡量去接近 因為我的拍攝位置跟角度 已經控制住的時候 那我把它放大到 我需要看出來的大小 那就可以了 只要看它的比例 比例就可以了 對 不是說它的那個 沉默又體積大小 對 對 就是定性 對 就是定性 那剛剛在講那個溫度變化的時候 是假設那個熱源 都讓那杯子一起吸收 它的溫度上升 對不對 那實際上揮發程度的濃度不一樣 那今天又是開放的系統 隨著你在測溫的時候 體積一直在改變當中 對 所以這個就是後續的 對 這個就是後續的 沒有啊 所以說它在變化裡面 我們現在可以知道 就是 我現在看到的數據是 發現了一號液體 跟二號液體 他們是上去 可是 就是二號液體很特別 就是 剛開始 然後 最後已經交叉過去 就是說 剛好會夾在兩個中間 就是 其實 其實 開放系統有開放系統的好處 那 這樣子也可以看出它的那個 揮花的狀況在裡面 那建議說 你會不會用昨天那個保溫蝦 蓋起來 就是減少它揮發的這種變因這樣子 它純粹只有溶質的影響這樣子 可能因為有兩個變因嘛 水體裡面基 總體基的影響 還有揮發性物質 還有裡面的溶質 對 就外觀 所以這就是有同組同朋友的好處 就是 我第一個想到是要測杯 他們就是 欸 人人在測別人 現在你們又加進來意見 就是你們要讓這實驗變得更完整一點 對 好 看來那一組好像有一些不一樣的作法 對 因為我們一開始拿到這三杯的時候 我們第一個想到就是我們可以測的東西 第一次想到就是可以測酸鹼值 因為我們 對不起 因為我昨天沒有來 所以我搞定有狀況 我就說 欸 我們可以測酸鹼值啊 去測酸鹼值啊 然後我們說 我們可以去看它的顏色的 比如說它的濃度之類的 我們可以測導邊度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拿起來紋 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是一個密閉空間 如果主辦單位敢在這邊讓我們做實驗 它放的絕對不會是有毒的東西 如果胃巴基有毒的話 對 它絕對不可能用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就拿起來紋了 可是根本是流酸明白 你這麼相信我 沒有沒有 我們拿起來的時候 我們就是 如果流酸的話 濃的話就可以看到鹽了 所以其實我們沒有看到那種危險的樣子 所以我們那時候拿起來紋 就覺得說 這三杯其實有兩杯是嗆的 一杯是完全感覺不到味道的 所以那兩杯當中 有一杯我們覺得味道 很像酒精的味道 那有另外一個老師說 他覺得很像丙銅 那我覺得說 丙銅的機率應該也比較小 我覺得酒精比較 相對來說比較安全 我們想法是這樣子 然後呢 那我們就開始設計實驗 那我覺得我們這一組 同組的夥伴很不錯 因為他們只會有來 所以他們知道狀況 就是我們想到加熱的時候 他們就會知道要用那個加熱杯 所以我們去找了一個很小的小燒杯 那小燒杯的刻度 我們就有50毫升 所以我們是每一杯都放了50毫升 然後呢 為了避免說 在加熱過程當中 這個玻璃的吸熱的狀況會影響 所以我們其實是 用了一模一樣的三個實驗 同時去開那個燈 同時關掉這樣 那因為我本身是低科老師 所以我對溫度的要求 會比較嚴格一點 我們在一開始拿到溫度計的時候 就先看溫度計 是不是都一樣的溫度 結果我們發現有一支溫度計 一開始的溫度好像比人家 低了一滴滴 大概不到0.5度 可是就是比較低一點 可是我們發現 那個溫度計放到液體 還沒加熱的時候 它的溫度就不一樣了 因為那個液體 比如說如果是酒精 可能溫度會降的比較快之類的 我們一開始放進去的時候 我們就先記了一次溫度 那這一支是24 這支是24.2 這支是24.5 就是比較沒有味道的那一杯 感覺上它的溫度下降是很少的 那我覺得還不錯的是我們這一組呢 隔三分鐘 三個人同時去關那個燈 同時亮刻度這樣的狀況下 我們看到它有很明顯的溫度變化 就是呢 這三杯當中以二號的溫度 它一開始的初始溫度是24.2 可是做到我們最後一次的時候 已經到49.2了 就是它的溫度上升是最快的 那一號呢 我們覺得它是有 就是有酒 可能有有機種液在裡頭的 它的溫度也上升很快 可是它的溫度沒有這一杯這麼寬 只有46 那那個3號就是同樣的加熱時間 可是它的溫度只有43度 就是三個當中最慢的 那我們還測了 我們的老師還幫我們測導電度 就是看會不會讓燈泡發亮 三杯都不會 那我們還做了表面張力的測試 表面張力測試就是我們用同樣的湯匙 然後倒在上面看它的那個樣子 那 玻璃上 就把玻璃擦乾淨 一個角落要三個這樣子 那表面張力呢 很明顯就是三是最大的 就是我們一開始認為它可能是水的那個 那一杯可能它的表面張力是最大的 那另外兩杯的表面張力都是小的 而且揮發性很好 現在都看不到了 那我們有做那個衛生紙的擴散實驗 就是我們用同樣的那個咖啡的湯匙 然後三杯放在衛生紙上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暈 這個是3號 它的暈開是最大的 2號是這樣子 1號是這樣 這兩杯差不多 可是可以看出來 對1號是最小的 然後2號比較大 我們有看出它的揮發性 那我們還有做一個很好玩的實驗 叫下滑速度 就是我們做了一個斜面 然後呢 同時 沒有沒有同時啊 可是我們就是分開 同一個人做 分開在三個位置 然後測量 就是我們用錄影的方式 同一個角度的錄影機 就看它往下滑的速度 那很明顯的就是 然後我們之後去看錄影的那個描述 就發現3號呢 它下滑速度是最快的 只有11秒 那1號的下滑速度是中間的 25秒 那2號呢 它走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後都 還有我們的錄影都出了一點狀況 那這個 可以確定它是最慢的 可是現在大家都看不到這兩個痕跡 因為它揮發性是好的這樣子 所以這個實驗 我們可以順便看它的揮發性這樣 那 其實我們剛剛有想到要測那個比重 所以我們其實已經設計了一個 有啊 不好意思 這樣快中慢 跟揮發性的關係是嗎 其實沒有耶 這個部分是它的那個下滑 跟它的這個要什麼 對 秒數 黏字性 對對對 黏字性 我想援揚老師的意思是 它已經 它太快揮發到 它還沒有走到終點 它就 就 所以這一次在觀察它黏字線 還是在看它的揮發線 黏字性 這個是表面張力 那這個部分是看它的擴散 甚至也可以幫忙看那個 對 那其實我們當時還有想到就是說 等到我們實驗中療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這三杯液體 再倒回那個50毫升的 去看它揮發量 那時候有想到這個 只是 剛才都說頂了 我們還繼續再燒這樣 就是它的快賣是受了黏字性嗎 這應該是揮發 這裡有兩個因素 因為它會發 液體變小 然後可能那個重量變小 所以它就會變慢 前面的那個流的速度 大概是差不多 可是一開始放就開始揮發 因為它揮發性很強 那因為杯是酒精 那跟它的流數來講 如果是三杯都不會揮發 那我們就看 對對對 你再看誰最棒 它最主要可能是揮發性 導致它的流數不一樣 我猜吧 因為這個 可是我們在滴的時候 你一開始滴的時候 都是一杯 要一瓢 可是你的感覺上就是 對對 就是這個速度咻一下就下來了 這個中間還有給我轉折 一開始的影響 四位影響 但是應該影響不會是那麼大 再來就是測 對 我們剛剛有在想說要測比重 我們在設計一個那個 然後就是說用同樣的一杯 拖時間來測出來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然後我就往前推 看它推到多少時候 多少時候它會 快開始要掉下來 我就做紀錄了 那紀錄是在這邊 它的位置 就是三號是推最遠的 再來是一號 再來是二號 這樣子 那就可以知道 它們三杯的比重是不一樣的 對 那這樣子的話應該是 三號是最重的 對 三號是最重 再來是一號才十號 對 我們是不同的異體嗎 不同杯吧 所以不同的 對 異號感不同的 對 那個 你怎麼確定 你裝的量都會一樣 對 沒有雙杯蠻不準的 沒有 我們所有的都倒在這個小杯 我是裝在這裡 同一個刻度 然後放在同一個位置 對 同一個杯 就是會有固定一個便移這樣 對 只是這三杯 就是輪流倒進來 然後我放的都是這樣子的一個 那邊固定中 固定的 然後去推這個距離 嗯 這樣 還有個夥伴要補充 同組的 同組的 剛才我看那邊 做折射旅行 後來我想說 欸 我們可以竹籤放在外面 然後 用一個 畫一個語言出來 然後用紙鏡 去看對面 然後從旁邊去看那個角色 這樣子也可以去 然後就看他 到哪邊 到哪邊 會看不到那個竹籤的 對 就是從這邊這樣去看 看那個 也可以找折射旅行 有相關的關係 這樣子 還是可以用個頂公園 然後那邊 有個投影的螢幕 看他點 對 就縮性 縮性 現在 可以使用的 一些 所以我現在用雷射 一個雷射打過去 然後後面放一個板子 對 那我問你喔 那這樣會跟他的高度有關嗎 還是沒有用 就只有這個 跟他的這個 鏡子 跟口鏡有關 對 這個紅色跟紅色 他就可以看 他就可以看 這邊如果通過圓心的話 不能通過圓心 對 不能 不能直打 要側打 對 你通過圓心他就是垂直 垂直入射 所以那做的時候 你要固定什麼邊移呢 比如說你的位置 就是 都是這個 尖的位置 對著你的燈 然後你的角度是固定的 是這樣嗎 對對對 然後 入射方面固定 然後看他最後折射 像這個點在這裡 對對對 好 那下一個再來做一個 不好意思 我只是很好奇 對啊 這樣可以亮畫吧 對 這樣 這個比較靠 就是你的位置 所以那個位置都會控制 對 你的位置很難 對 應該是說 你應該要在桌上先畫好 那個相對位置 然後才這樣打 這樣才不會錯 用方格式就可以 對 我們今天居然沒有方格式 我們那組有 我們要想辦法在現場 現有的東西 現有的東西 去 不然的話我們也可以測酸鹼值 對啊 就定量低管什麼都拿出來就好 你覺得很好玩 好 那其他夥伴 有沒有什麼問題 要問他們 你們這組很有創意 好 我們還有兩組 時間不太夠 就是 它是一個 顏色掃描器 對 它的名稱 這個就是ABC 掃出來這個A 它就都印度紅 那這個顏色 對 它就掃出來 它就 飾紫成 然後另外一個是 茜鴻 對 它就有 它就會有高級的名字 然後 可是後來我又想說 嗯這樣好像很難跟別人形容 所以後來我又去把 這三個顏色已經拍好了 再去測 再去看它那個 RGB 這是多少 對 然後我們還要測導變性 然後這三個都不導電 然後我們本來想 也有想到說要測浮力 然後可是後來 我們就發現看不太出來 因為我們設計的關係 那個刻度都是 100 然後就差50 然後我們用那個 那個 保養球放下去 好像看起來差不多 所以我們後來就修正了這個 我們就沒有寫這個數字 對 你現在用筆設計 去測它的顏色不一樣 那你這樣做法有一個前提是 你假設這個顏色是液體本身的顏色 假設我現在是三杯同樣的液體 我滴不同的顏色下去的時候 你沒辦法去驗證 到底是我後面動的手腳 還是它很容易本身的 對 對 這個做法可能 會有一些解釋上的局限性 只能看它外觀上的確是 顏色是不一樣 這個做法比較偏國中的做法 對 自己覺得是國中的 觀察 觀察 對 所以三個的濃度其實也不一樣 對啊 所以就是觀察 所以濃度你們是做什麼樣的 有做到濃度嗎 沒有 對 我們就是一一修正 我們要討論的問題 就是一開始討論問題 就馬上做不出這個方向 我們就再修正 我們好像做出的方向 我們就再修正 剛剛你們好像有做到密度這個部分 後來 對 就出來 就是跟那一組 因為他們是用那個蓋子比較小 然後我們是有發現說 量杯其他刻度不明顯 然後我們就是浮球 那雖然我們有把就是杯子的位置 那些都控制好 包含裡面液體的量都有控制好 但是拍出來就沒有辦法 從照片當中精確去判斷哪一杯的比重 是明顯的 有誤差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這邊就有寫說 比不出來 所以再換別的商務 然後其實現在做這個 我也覺得很有趣就是 其實我們也想看它的揮發性 但是呢這個加熱的部分 就是因為受限我們後來器材都已經被搶光了 所以加熱源可能不是非常的足夠 那但是這樣外觀看起來的話就是 A、B、C這三杯 C的那個揮發的速度是相對比較快一點 因為同樣的容積在同樣的時間裡面 同樣的溫度環境 它下降的刻度是比較明顯一點 但是也都只是觀察 因為沒有辦法實際做數據的定量 這樣的杯子容易看得出來它刻度上面變化的? 因為我們都是量到30 對然後它下降的那個就是比較明顯 所以我說它沒有辦法做精確的 只能做外觀上 對然後其實我們一開始拿到這三杯溶機的時候 大家都很好奇的都在聞 因為我們會覺得那個裡面 會有一些類似像酒精的那種揮發的味道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像我自己本身我會覺得說 會不會是同一種東西 只是它的濃度不一樣 就是有的濃度比較明顯 對高一點 然後有的濃度 對對對 但是但是因為 但是因為 是是 對謝謝 所以其實我們也都在try 就是把自己當學生 謝謝 好其他同學過來 親自教謝謝 同組有補充嗎 有 有 有 這個應該冒泡啦 必須要被 好我們其他老師 那個我補充一下 就是我們在試這個 這個導電的時候 就是我有想過就是 是不是我們這個 這個燈泡串聯的數量 我們那個電子 電源串 串聯的數量太少 所以我有去測 一個跟兩個 都沒辦法導電 所以我說 如果這三個四個 對 量太多的話 因為 我們懷疑它是落電也值 那可能是 電量不足的情況下 讓它對 是 那就沒辦法很精確 去直接量測導電器這樣 對 就可能沒量 但是不代表它 不能導電 對對對 對可能是 電量它也太多這樣 對這我沒有去測 這是補充嗎 剛剛有一組老師 好像 他們在測導電度的時候 會先測燈泡到底 會不會亮 你有測 那其實那個燈泡呢 呃 我有設計過 那個大概是2.6V的 所以如果你串聯太多的話 它就爆掉了 好 好 就是這樣 故意讓你們測不出來 好 那老闆說你要幾V的燈泡 如果 大於1.5V 好 那就升2.5V 2.6V 所以就 如果你們再串聯多一點 那個燈泡 那個燈泡 根本是沒有檢驗的效果 心機很重 好 好 我們還有最後一組好不好 謝謝 好 我先大概講一下我們做的什麼事 就是我們一開始看到這三杯溶液的時候 會想說 我們的問題是 呃 這三杯溶液是一樣的嗎 然後 為什麼它是紅色的 然後還有其他 等等 那主要我們探討就是 呃 我們要探討這三杯內容物素 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做了幾個測量 第一個是導電度 第二個是濃度 第三個是揮發性 第四個是內距離 然後第五個是 色素 就是我們想要確定那個 溶液的顏色 是不是它真的顏色 所以有做 想要做色素的分離 對 那第一個 我們導電度就是 跟大家都做的一樣 我們就是拿電池 然後我們串聯了兩顆電池 然後一開始我們想要用銅線去 就是 銅線插進去兩邊 然後 電池接出來 然後看燈泡會不會這樣 可是 可是 可是發現就是 那個銅線 好像被氧化的關係 所以我們沒有 就是沒辦法導電 所以我們然後 氣包就是氣包 氣包就是氣包 什麼意思是氣包 然後後來刮掉之後 就發現可以 可以直接用 然後 但是掛的時間太久 所以我們最後 就直接把二里夾 然後直接插進去 對 不好的時間方法 那我們測出來的結果 就是導電度跟大家一樣 都是不會亮 然後再來第二個 濃度 我們用兩個方法 第一個就是 最國中生直觀的 就是用紋的 對 然後我們紋的結果 也是跟大家一樣 就是第一個跟第二個很強 第三個比較不嗆 就是沒有什麼味道 那第一個紋起來的結果 我們用 最直觀的方法 判斷的是 一號 是最高的 然後再來是二號 再來是三號 濃度 對 我們用紋的結果 然後第二個方法 我們用的是那個 滴降的方法 就是我們有個老師提出 就是拿一個透明 就直接用水 然後 取一滴出來之後 對 用水 然後當作就是這杯水 這個背井 對對 然後每個 每個溶液裡面都全一滴出來 然後用滴的方式 看它下降的速度有多快 然後 看不太出來嗎 看不太出來 它不夠濃 看不出來 對 我們第一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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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滴進去之後 一進去之後 就全部都散 所以看不出來 對 所以我們這個方法失敗 那我們後來就沒有 在濃度上繼續做幾家的實驗 所以只有用紋的方法 對 然後第三個是 揮發性 那我們揮發性 那我們揮發性 我們就是用了 三個紙杯 然後這樣子 加熱 對 然後 我們做的方法就是 取各一滴滴上去 然後在同樣位置 跟同樣的區域 來比較 那這個最很直觀 所以 我們之所以不用玻璃板 用杯子的原因 的原因是 我們原本想要用玻璃板 但是後來 後來 可以搬走 也是拿得到三個 對 但是我們後來用杯子是 因為我們想說 杯子上面都會有防水的材料 所以想說用杯子也沒關係 對 但是我們不確定 這個是不是 就是可以 是可以的 但是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所以用杯子 然後用杯子之後 做下去的結果 滴下去之後 第二個做出來的 揮發性是最高的 第二杯 再來第二個揮發性最高的是第一杯 再來是第三杯 就是最低的 然後 在滴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 滴下去的時候 那個一滴的形狀 然後我們第一杯 所滴出來的一滴的形狀 是很分散的 那第二杯也是很分散的 那唯獨第三杯滴下去的時候 是 就是縮起來一顆 所以我們判斷說 三顆的內距離 那我們有去用 磁量每個一滴的直徑 那 最 最大的內距離就是 三號 然後再來是一號 再來是二號 這是我們判斷 然後 再來我們用 那個另外的 失敗的實驗 就是我們想要做色素 我們想要確定 那個 其實這個熔液的顏色 不是紅色 所以我們做了 其他事情 對 那我們就拿了兩種材質 想要來過濾 第一種其實三種 想要先用衛生紙 衛生紙 失敗 再來拿海綿 發現海綿也失敗 然後第三種我們使用紙 做個類似 做這個容器 那我就給它滴 然後第二 以為成功 因為裡面有東西 結果發現是海綿還成炸 所以其實在那邊 反體失敗 所以這個結論 只能得到一個就是 那色素的例子 就是比椅子的空間還要小 所以我理不倒 所以沒有結論 所以我們 我們實驗大概就是做到這裡 所以我們得出的結論 就是其實沒有什麼結論 我們沒有辦法判斷它是什麼容易 然後 很多想的方法也失敗 對 周老師這些學生太有創意了 我們 我們有給他們什麼問題嗎 請問 為什麼不能用燒杯的底部 當成那個玻璃啊 就是一定要用 一定要那麼大塊玻璃嗎 其實燒杯的底部也是玻璃啊 可是如果要量 像他們會量那個 如果要量當磁杯是最好 因為沒有想到他們實驗設計上 玻璃也比較好 玻璃的話會比較 對對對 這白色比較容易觀察 背景色 那時候是這樣想的 因為你們那時候想說 沒有玻璃的話 好像燒杯底部 玻璃應該是可以 對對對 可是 小玻璃都不見 小燒杯都不見了 所以你們用這個當滴管是嗎 沒有沒有 這個 湯匙 加上三號的話就是 反正 誤差還滿大 這個三號的話 就是 你要取一樣平尺這樣 然後還要刮過兩次這樣 然後 回去轉變 然後刮下去 精確到這種程度 SOP 然後你看看他的連續性 然後量他的直徑 這樣子 然後等一段時間之後 再量第二次的直徑 讓他直徑縮小 單位時間縮小的那個長度 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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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各位夥伴人 沒有什麼問題 請想你剛剛說 有涼還是濃的刺 用眼睛看 他剛剛有講 沒有成功所以用眼睛看 他直觀 就是滴下去的時候 沉得住 那個 酒精超濃的 其實我們剛剛做的濃度有兩個 第一個是穩的 第二個是低降法 就是直接低 許可 你測什麼的濃度 是原來液體的濃度 還是說 那個涉素 加進去的涉素 的濃度 還是什麼 是容脂容積容易 如果是那個 就是低降式容脂 本身所造成的影響 會有比重比較重 他應該會下沉的比較快 這樣子 如果他們是同一個容脂的情況下 對 因為我們不曉得他是不是同一個容脂 所以我們就先試看看 就發現 看不太出 他很快就四面棒就散開了 對 所以應該是測溶劑 溶劑 溶劑 溶劑是水 溶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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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用水來當作背景 我只想測它們比重也不一樣 對 我不知道它們是不是 有可能是溶劑 有可能是溶子都有可能 對對對 有可能講是溶劑 溶子都有可能 請問要先收錄它們 收錄一下 好 大家很明顯就是看得到 它有不同的什麼 不同的那個概念都進來了 導電度 濃度 比重 比熱 什麼都進來了 所以以前我們在上的時候是比熱 像這個單元 我們就全部討論比熱 比重 熱 討論比重 電解質 我們討論導電度 可是現在呢 你看一個主題可以串出不同的概念出來 那怎麼樣在國中跟高噴專實施 我相信大家都是課程上面 教學上面的專家 大家可以針對那個深入問題 要深入到哪個地方 可能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國中生可以讓他們做哪些 那如果你不想讓他們做太深的 那你就在器材上面做一個限制 你如果要讓他們做深的 譬如說你要讓他們做PH值的 那你就提供PH值給他們 我相信他們一定會去 想辦法去拿那個東西出來 所以你在器材上面可以限定 學生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出來 老師請問給我們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想說 因為 聞起來就是很像酒精類的東西 然後事實會這樣子 老師跟你們有給我們貼點火的 術食吃乾燥 會不會燃燒 好啦 不知道裡面到底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也很好解釋說 如果自己有聽那些東西應該 因為我吃它會燃燒 可是我們現在有幾個地方 這個活動有趣的地方就是 他探究的性質很強 學生他自己會去想說 我要用什麼方式哪些東西來驗證 這個剛剛第三個重點就是大家形成問題 你的做法是什麼跟你最後得到什麼結論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有很多你的問題到最後呢 做出來有印證到了 比如說剛剛大家做的導電處 三個都沒有導電 有沒有達成你的探究目的 有 有達成你的探究目的 三非濃度不一樣 你做出來就 達到你的 回答到你的問題 三非濃度都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樣就算一個成功的做法 那第二個大家剛剛在討論的時候 有很多拋出科學知識出來 跟生活經驗出來對不對 有我們的想要插一插 那個都是你們的生活經驗 那大家會討論把你知道的那個 那個科學知識 用來解釋你的探究過程 對所以科學知識也進來了 第三個還有一個 剛剛老師講的 為什麼我不用火的問題 對比較危險 第二個是 各位有沒有想過 你永遠不知道 這三非濃度是什麼 如果我不講的話 對不對 所以這裡面有一個科學本質的東西在裡面 我們去驗證一個科學的現象 去提出科學理論科學假設去驗證的時候 我們只是什麼 貼實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去檢驗 然後有重複性 可是我們永遠不曉得那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怎麼知道這個不是優先配的那個蔓越莓茲 你怎麼知道它是酒精 對不對 好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好了 這其實是有一杯是水 一杯75度的酒精 一杯95度的酒精 可是它是透明的 為什麼我還在家 我早上跟那個明禎那邊借那個紅色的墨水 滴下去有其實跟大家講 這個滴是亂滴的 水是容易是亂倒的 杯子是亂啊 通通是亂的 可是我就是故意要 讓你們沒有什麼 沒有規律可言 我不要做到兩個燒杯一樣大小 裡面的溶液在那邊一樣大小 讓你們直接放上去就可以趁 來被我搖壯了 那我亂滴的時候呢 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我干擾你們 第二個是剛剛有 一組在做滴定的時候 你看如果是透明的 他們直接滴在衛生紙上面 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所以我把它滴了紅色之後 讓你們的那個直光會產生混淆 酒精為什麼還是紅色 為什麼要做這個程序 假設你要這樣做的話 第二個就是 你要做滴定的時候比較方便 那再來就是 各位在剛剛談到的科學本質 如果這三杯容易 你給它放到下個月再來做 跟今天大家做出來的會不會一樣 可能不會一樣 為什麼 酒精都跑掉了 所以你看 兩次做的實驗結果 不會一樣 這有什麼 有科學本質那個暫時性的觀念在裡面 所以你們可以從這個地方去引導學生 把科學本質的那個概念把它帶到這裡面來 這是我能夠想到的 那我們現場還有兩位教授專家 他們剛剛一路陪我們這樣走過來 一定有這個很寶貴的心得跟我們分享一下 請那個任聰浩教授 好 各位老師 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個活動 這個活動其實是我們 今年六月份的時候 在法國去一個叫 TOP的這個基金會 那教育派我帶著兩個 一個國中老師跟一個國小老師 世文是國小教務主任 一區參訪 那我們有附有任務 就是回來之後要推廣這個探究史作的課程 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觀察到的 在法國甚至我前去德國參訪的一些經驗 跟台灣我們目前在推所謂探究跟史作課程 最大的差異的部分在哪裡 第一個 其實你剛剛這個活動 跟昨天你們所經歷那個活動 我覺得老師們可以好好的體會 你們昨天做的太陽明的活動 其實各組做不同的實驗 因為你們各組會發問不同的問題 今天的活動是你們各組都做同一個問題的實驗 那你可以看到這兩種不同的過程 其實對老師在帶活動的時候 它都各有優點 你能夠發揮的 你所想要交給學生 或引導學生發現的一些東西 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訓練的能力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以今天這個活動來講 基本上我們真正的目的 並不是真的要你回答這一個ABC 各個是什麼東西 可是在透過這一個 你們要做各種實驗去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當中 第一個 它幫你統整你過去所學到的各個不同領域的知識 第二個 它會訓練學生的創意 比如說像剛剛你要量密度 我怎麼樣才可以量的比較準 我用一個瓶蓋 我如果可以把它直起來 你那個體積的比例就會比較有益看得出來 可是我怎麼樣讓那個瓶蓋直起來 讓那個蓋子 那個溫度計的蓋子立起來 其實很簡單 你像黏一個重物或釘的釘子 它就立起來 OK 所以這種東西其實是 我們理論上知道跟我實際上可以做 在解決問題 你手邊的所有的材料在解決問題的時候 你可以激發學生很多的創意 甚至於它最後可能不是要回答 每一杯議題是什麼東西 而是它專到一個地方 我怎麼樣把 比如我剛剛講的這個 內距力量得很準 或我怎麼樣把密度量得很準 它都可以變成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 探究的題目 探究通常是從生活中的很大的 很平常的問題開始發生 可是它走到很深的時候 它可以變成一本博士論文 甚至於非常好的科學的發表 它其實問題是很小很小的一個點 那這個活動只是讓大家去經歷說 我們課堂上所教的東西 不管是跟生活或跟學術界 其實都是有非常大的一段的差距 那我覺得剛剛你們每一組都有很好的一些想法 透過這樣子的一個互相 組員之間的互相的意見的交流 其實後續可以發展成非常完整的活動 所以昨天其實我只是聽說 我昨天因為實在沒有時間過來 有一些老師他就反映出 我們帶來的活動都沒有化學 所以這邊我們要談一個概念就是說 什麼叫跨領域 跨領域不等於何科 跨領域不等於何科 我不是數學家歷史就叫跨領域 或化學家就叫跨領域 不是跨領域我們要強調的是說 你生活中的問題解決基本上是不分領域的 所以這一門課如果是探究跟實作的這個課 它本身不應該有領域的區別 當我問了一個問題 我要去回答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碰到需要化學的知識它就要進來 碰到需要物理的知識它就要進來 你甚至你碰到數學的知識它就要進來 它不會因為你今天是上物理的課 所以這個問題它就自動只跳出物理的東西 你就可以解決的 生活中的問題沒有這樣子的一個特性 所以這門課你回歸一頭 就是老師的角色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待會我們最後 今天會有一個座談會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 透過這兩天的課 老師在帶探究跟實作的課 我們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需要具備的能力是什麼 老師不是不需要當百科學的書 就是我什麼都要知道 尤其是在這種探究的課程裡面 我們的角色就是像你的 我們剛剛講我們在指導學生博士論文 學生一定比我更清楚知道那個論文的內容 要不然他不應該透過他的論文拿到博士學了 那教授雖然我沒有比你更清楚你的論文內容 可是我還是可以指導你 我還是可以指導你讓你採出好的論文 那教授的角色是什麼 就跟你現在在探究實作的老師的角色是一樣的 所以並不是要你告訴學生的答案 幫幫幫幫這個fondation 他們對於老師所扮演角色的一個非常嚴格的定義 就是你永遠不回答他要問的問題的答案 老師可以當作資源的一部分 可是我絕對不會告訴你 你應該怎麼做正確 但是我可以提提 我可以發問引導你 可是我永遠不會告訴你的答案 這是老師在做探究教學裡面 很重要的一個基本的精神 可是在台灣的這種教學現場 老師的這種心思模式有時候 不是那麼容易的改 那我們透過這兩天的活動 讓大家了解到說 我到底你們現在都是當學生玩得很開心 可是你要想一想說 透過這樣子的活動 我到底要學生做完之後 他的什麼能力要提升 我覺得也許下午我們還會有一些活動繼續帶 你們可以再繼續去思考 然後我們在最後的座堂 我們再一起來看 謝謝 各位老師好 我們北中南還有加這場是第四場 每一場我們學員的表現 都讓我們講師們非常的驚奇 為什麼呢 我記得這個活動一開始 斯文主任他們從法國帶回來的時候 我記得是器材非常的簡單 就是三杯的不知名的水龍液 器材呢只有發溫度計而已 是不是是不是 在法國是設計原來是這樣 然後我們一開始 一場中區在 那個豐原辦的時候 我們也是只有發給學員們 三杯不知名的東西 而且是透明的 然後一樣是只有發溫度計而已 那 後來第二場我們在南區辦的時候 因為 這一個相關的課程是擺在比較後面 那個時候 後面的地方已經要很多器材了 然後我們就靈機一動 就想說那個溫度計就藏在器材堆裡面 讓大家去找 結果 每個老師找出來的東西 就跟我們想像的完全不一樣 所以 剛才老師們在看到各組發表 然後 比如說相同的 比如說揮發性 大家要很多不同的測試的方法 那 在這一場裡面 我又一直 站在老師旁邊看 老師們的討論過程中 我會覺得 哇 實在是在貝爾太多驚奇 因為相同的東西可以這樣子做 比如說這一組 他們 他們搶了很多的鋼杯 然後 來測那個 費點 先前 沒有 沒有小組是這樣子做的 然後這一組的 讓我們印象深刻 他們去找他那個設計 雖然 有老師說 我們可能 沒有做出結果失敗 但是我覺得 在課堂當中 在探究的課堂當中 我們會鼓勵學生 這個 他嘗試 即使他沒有把 結果做出來的這個架子器 然後這一組 他們做了溜滑梯 還有那個 用 對 敲敲板 這也是我們先前沒有看過 然後 那一組的話 他們用濾紙 有沒有 用濾紙 雖然他沒有做出來 還有 就是滴水 滴水下去 然後看他那個 沉降的速度 對不對 那 所以我們在看的過程當中 覺得 老師們的表現 也非常讓人驚奇 就是 那 希望老師們透過這樣的活動 也可以 就是相信說 如果我們給學生 更多的開放空間的話 他們在課堂上 也可以帶給我們一些 那個超不預期的表現 而且 我們會希望老師們 在這兩天的活動當中 會覺得 探究教學 不是想像中的那麼難 然後 願意在 自己課堂當中試吃 那 不一定是 要把同樣的教材 搬回去 我們在平常的課程當中 就可以多多少少 融入一些 探究的精神在裡面 這是我觀察到 早上活動 大家在課程當中 投入的一些 回饋 謝謝 好 我們早上還有另外一個活動 那 雖然還有剩下半小時 時間 等一下 我會發給 我們有稍微修正一下 好 我現在會先發給每組一張的 任務章 這個活動是 抓寶的活動 那 這個活動 大家可以看到 你們的任務單上面 任務單上面 有一些空格有沒有 那大家的任務呢 就是 把那些空格的房位 把它填上去 有看到 有很多空格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可以給各組提問看看 看看大家沒有什麼問題 請問一下 請說 如果是group 一支一 一支二支三支 一支一開頭的 那有一個寫中 吃另外三個 一定是南西北嗎 這樣 好 很好 有可能 那就是你們的任務 就是把上面的方位的空格填進去 那 因為今天下午有點關係 不然先撿的時候 我們在旁邊的草皮都有貼 那老師 我先講一下 等一下的區域範圍在哪裡 等一下出去的話 在我們簽到報告的地方 那裡有四支 然後再來 你要往電梯的地方 就是廁所出來那邊有四支 然後呢 坐電梯下去 是有一個大的大廳對不對 大廳那裡有八支 然後 下一樓出電梯的地方有四支 我們總共有 四五二十 有二十支 不會超出這一個建築物的範圍 那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你可以出去先等電梯 然後沒有等到電梯的時候 可以先看 為什麼 為什麼你這麼確定 好 他面對的方向 面對的這個方向是東 不是 他這裡 他叫做這裡是東 這邊是東 所以這裡是東 東 東 北 東 所以這叫北 西北 但那個 可是 這邊 西北 西北 好,各位老師,我們先以時間的關係 那我們準備開始請各組發表 我們從早上的數據反過來好嗎? 早上這邊是最後,對不對? 我們從早上的第四幾年 好,哪位老師要先報答一下 好,那我們的摩西有沒有前進假設就是 同一個區域的,為同一個方向 舉例來說,這間教室裡面如果有神妖貝都會是同的方向 我們摩西前進這一個 好,那從這邊出去大廳這邊,我們看到神妖貝是小海獅 所以在我這邊,這邊定義是我的五樓大廳 就是我們出去的大廳,這邊全部都是東 這是我建議的假設 那東再過去電梯口,那邊全部都同個方位 那那邊的神妖貝是可達鴨,所以是東南 所以現在有一個相對位者,東東南 東東南 好,那現在我們知道一樓電梯口 一樓電梯口那邊也是同個區域 那我們發現神妖貝是南 飛天堂南 所以那一個區域就是在這邊 一樓電梯口那一樓電梯那邊 全部都是南,飛天堂南 那從一樓電梯口,飛天堂南再走過來 往一樓大廳那門,那邊有神妖貝是 看一下喔 暴嶺龍,西南 所以那一區都是西南 OK,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模型是從這邊 東,東南,南,西南 然後再往出去走是我們沒辦法解釋 就是我們預設應該是西北的波波 它是北方 所以我們就想可能就是那個門出去以後都是北方 就我們模型目前是這樣子 這樣子繞一圈 東,東南,西南 東,東南,南,西南 然後這個就是北 目前我們模型是這樣子 對,然後這邊有個 對,我們坐標頭長的是這樣子 直立坐標頭 對,直立坐標頭 因為我們不是裡面,我們是水質面的 那這是我們這邊的模型 OK,就這樣 這是你們態度的結果 對不對 那從中間的過程當中 你們怎麼用去推出你們的模型 對,怎麼建立這樣子立體的模型 原本是想說做平面的分析 可是反正相對位置跟衝突 我們找不到一個符合點 所以就想可能坐標頭不是平面 對,然後剛好又從五樓走一樓 剛好都是難動 一個在上面一個在下面 所以我們猜 可能是 坐標頭是垂直面 做這樣的假設 對,它在這裡 好,我們很謝謝這一組老師的分享 好,再來 現在 早上的第三組 這邊 這邊 這邊嗎 好 就把現在的法潛 來探究的人 主要是講說我們跟他探究 還是跟這上面的問題討論 對 都可以吧 因為他們已經講這個 大概怎麼要看那個水質 我們就講這個 第二個好了 就是 就我們有討論就是說 這個部分在國小 就可以讓他們玩 然後他們國小可能在社會科 地理部分 才有介紹一個 東西南北的範圍 你就以台灣去看世界 然後去 去定出那個範圍 那如果是 直角坐標的話 或是所謂的三圍空間的話 可能要到 國中高中 SY一種 然後去定 才有可能就是 去設定 那我們要討論就是說 我當然有幾個 寶物可能會有一些 矛盾的地方 那我們想說 是不是我們當初在定的時候 就是 因為他給我們的資訊 就是可能有 東南或西南 他不是正東南或正西南 所以可能會 就是 他是可能 東偏南30度 或是東偏南60度 那這樣的方位 所以我們似乎去回到那個 就是 椅子 回到那個原點的話 這樣可能比較會進去 對 我們如果都假設 都是四屬度 八個方位 所謂東西南北 還有其他的 四個方位 總共八個方位 那這樣子回去 可能會找不到一個 原點或是觀察點 所以我們設想是這樣 這樣才會有毛肚 假設這樣的 東南西南都是正方位化 正東南 四屬度的正方位 那應該會合到那個點 可是我們就是 找不到的樣子 對 所以修設的部分 就是比較可能 就是給這個椅子 就是要確定他是正的四屬度 對 我猜想 一開始的事情是 要從上面給的方位 然後從中心點 對 我們想這樣 然後再去找其他的位置 那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正確答案是 他不去正的方位 會導致我們 就是 有幾個寶物 會有 又會有寶物 或是無差這樣 也是我們的想法 其實我們在 尋寶的過程當中 發現就是 他可能不是地上的地 我們自己批認出來 就覺得他應該是 鐵上的星圖一樣 是躺著看的 所以他的東方西方 跟我們一般的問題 就是面對北方 然後你的 右手邊是東 左手邊是西 剛好是鐵倒的 就是一直躺在那邊看地圖 然後所以 誰在哪裡 那我們其實有在想說 因為他們給我們幾個指標 比方說像東邊有小孩 十點裡面有波波 那我們就想要去推論說 那中心點在哪裡 因為有了中心點才知道 這個 比方說像 那個 鮑爾龍在西南 那如果說我們可以推出中心點 的話就可以知道說 在比鮑爾龍相對位置 什麼地方的時候 他應該大概很方位這樣子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活動 還蠻有趣的地方是 我覺得單一在一個平面上找點 就已經有點難度了 那如果說要把它用成那種不同樓層 然後又定位點的訊息 不是非常明確 會讓我覺得有一種非常 就是3D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可以把它用在 比方說校園裡面的認識環境 就是比方說 新生進入到一個新生的校園裡面 然後我們可以把幾隻寶物 藏在不同的處室 或是某些校園的角落裡面 然後讓他們認識 學校的這些相對位置 然後也可以有一些樂趣 就是找到的過程 當中會有些樂趣 然後最後就是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組員很厲害 因為就是在我們推論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把這個新圖畫出來 雖然有一點點小小的那個 就是不太知道他到底那個 靈界點到底應該是 在什麼地方做起研的 可是是蠻有趣的過程 謝謝 好 我們謝謝這位老師的分享 這組老師的分享 然後再來換這一組 好 第二組 我們這組一開始走到那個 那個中間的大冰的 就是五樓這個大冰的時候 然後就看到了小海十四東 然後我們就開始用我們以前看地圖的習慣 就是反正 我站的位置平行的地方就是東跟西 正前方就是南北跟南 然後我們就想說那如果那邊是東方 那前面一定是北 那前面就有兩張 其他兩個那個神奇寶貝 所以我們就說那就是這兩個都東北 或是這兩個都北 可是後來我們就發現說 那如果我今天人站過去一點點 那他們就是東北 那如果我站他們兩個中間 那一個東北一個就是西北 對 然後我們就發現那個參考點的問題 就是我們不確定哪個是參考點 哪個是正中間的中心點 然後於是我們就想說 那可能在不同的樓層 有其他的線索會告訴我們 北邊在哪邊 就是正北在哪邊 跟正的那邊 那我們就可以找出來 對 可是後來我們到了那個樓下之後 我就發現 就是突然東西南邊又翻過來了 就是怎麼忽然那個本來那邊應該是東的 然後從那邊變成東南的 然後我們就覺得很混淆 然後有個更混淆的地方是 非常在在我們現在 我面對的右側 可是波波在我後側 怎麼會是就是垂直的這樣 因為我們一直卡在跟建築物垂直跟平行的那個座標軸上 然後我們一直認為是平面的 然後我們沒有想到說可能有可能是垂直的過程 對 但是我覺得我們這個歷程有個很寶貴的地方是 我們有發現參考點會決定位置 而不是我正前方的就一定是北邊這樣 對 好 有了 剛剛我一直懷疑老師 你們似乎把方位貼錯了 就是在誰提寶貝的位置貼錯 因為我是低科老師 我們通常在講那個教學生辨認方位的時候 假設那個方位是東方 就是你不管往後退多久 那個方位也是東方 可是如果按照你的邏輯的話 那那邊一定是北方 可是那邊居然記得是南方 所以我一開始在五樓的那個 一開始的時候我就卡在那裡 因為 對 我就覺得說 除非你的那個點是 對 或者是說那個點只是一個座標點 那我們的觀察者可以無緣無緣的移動的話 那才有可能這樣子 所以我一直卡在那個地方卡了很久 我一直覺得是不是馬上就能貼錯了 OK 好 我們謝謝這組的分享 那個貼錯是每一個場次 大家都會有疑問 好 我們請第一組 好 我們一開始在看的時候就是說 我們在想說這個方位的基本到底是 像我們一出去那個蝦蘭斯的東 到底是他所在的方向是東 還是他看的方向是東 因為我記得 我永遠記得我小學的時候 我永遠搞不清楚 為什麼東北激光是往西南的方向吹 對 所以我說這個方向是不是有 他跟他的定義是有關係的 所以說我們在看這個方向的時候 那是不是說我們要先去進行說他看的方向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剛剛也跟第二組遇到一樣的問題 就是說對呀 現在如果是在東邊的話 那我到底是要在東北 就是那個到底要規定他是東北還是東南 所以到後來我們做一個什麼 我們做一個最簡化的模型就是 如果說他有兩個剛好是直角的 直角垂直方向的東西 那我們一定是固定什麼 一個是北 然後一個是東 然後再去看其他兩個要怎麼樣去分配 而不會說我全部都用什麼 都用那個複雜的東北還是西南去表示 然後再來我們其實也有考慮過說 他是不是會有一個大的統一的座標器在裡面 但是我們發現結果也是一樣 就是出去兩個方向好像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後來就是先不考慮這些事情 我就先把全部都找完之後 那再來兜兜看 如果兜得出來就兜得出來 那兜不出來就算了 所以我們曾經到一樓的時候 曾經想要去統一那個三跟五這兩組座標 但是後來發現說還是兜不起來 因為很明顯 因為我們開始把移眾可能三四五是同一個 但是一看到暴以龍跟那個什麼 跟波波那一組的座標器是有衝突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先放棄同一這件事情 那還是一樣就是按照原本的方式 去把他們的防衛定出來 那其實對當然也是一個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說 這個方位其實會隨著我們的參考點不一樣而優秀 對我們發現一些 我想補充一下就是說 活動可以利用在什麼年段 那這個東西可能在國中裡面有一個叫同居 同居裡面有交方位 它的方位定義是非常怎麼講嚴謹的 它是用森林那個方向盤 方位盤 然後那個直北征 森林直北征然後去定方位的 那裡面的話就是 它基本上是 如果說沒有用森林直北征的話 是用十六方位 那十六方位的話就是 一個方位就是二二點五 它是這樣子去分的 那這樣子的話就會 就如同大家講的就是有點錯亂 然後再來的話 我是不曉得它是怎麼樣定位 那如果說是用那個直北征來定的話 那個基本上這是很會有點問題的 那活動怎麼如何修正的話 是不是跟那個同居的這個能夠結合 好 謝謝各位老師的分享 那我們這一堂 這個單元在不同的場次裡面也有實施 那其實我們設計這一個活動的目的就是 我先講一下每一組大概探究的流程這樣 可能有一些小組它是一開始的時候 會先去想要把那個中心點找出來 中心點你可能去找到一個或是兩個 你找到兩個之後想要把中心點找出來 那當你做這件事情之後 你下去找到第三個的時候 發現好像沒辦法 那我們這一個活動設計是希望說 然後另外一種方法是直接用那個絕對方位去找 然後就有一些組員就直接打開手機 然後看那個APP 然後開始看羅盤 然後對方位 然後發現也會發現說 好像也是不太懂的 那其實從這邊的時候 學生如果在進行這樣的活動 他已經開始產生認知衝突 認知衝突就是 原本原來的一些別概念 跟自己想的不太一樣的時候 他要怎麼樣去修正自己的模型 那這個時候其實大家進入到一個混沌期 然後就是會開始想看看其他的線索 有沒有辦法去解釋裡面的東西 那我們前面幾場實施下來 因為場域空間的關係 每組得到的打野都不太一樣 比如說我們在豐原的時候 豐原在台中 大家對那個場域不是非常熟悉 因為可能開車到豐原 那個距離有一段時間 那但是在科工館 科工館 科工館實施的時候 因為大家很常常去那個地方 而且科工館那個方位 它又是正的 所以大家就比較容易陷入那個絕對方位 一開始就用絕對方位去找 那我在科工館那個時候貼的時候 可能前面一組或是兩組的時候 我就按照那個絕對方位去貼 但是後來會發現說 原來不是那個樣子 所以有些小組就開始發現 學習單任務單上面的一些線索 好像剛才也有老師 就問說那個編畫一之一一之二 也沒有什麼關係 你們會發現一組一組的 是在一起的對不對 那我們這個任務單上面 你在不同組的時候 要去轉換不同的座標 那今天稍微 大家實施起來 稍微難度稍微高一點的原因 第一個是我們時間可能不太夠 然後第二個呢 我們在大廳下面大廳的地方 有八隻 他在你在大廳的地方 你必須去旋轉你的座標型 就是你在大廳使用的時候 你會有兩個座標型 才可以 這樣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今天 這一個尋寶活動 主要想讓大家體驗的那個探究的立場 那我們在過程當中 也有老師在會對說 什麼年段 還有什麼單元可以使用的高 比如說像 小學的天文單元 比如說 星星月亮太陽 然後還有一些 方位的觀念 也可以放進來 那 修正的方法 其實 剛才 一出去的時候 就有那個地科老師 我們發現那個 學科對景真的會影響你的思考 他就從頭來說 欸 他就帶著以後的表情 然後 怎麼這 這是怪怪的這樣子 好 那因為 如果我們沒有參考點的話 比如說 原來這邊是道路 我往前走 往前走幾步 那個貼的地方 就顧一樣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前面 幾場實事下 有老師是建議說 可以那個 我們 有點像 跟大地床關結合的話 可能他在一個地方 就是貼一個 他站在這裡看 然後把其他的找出來 那 其實 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也不一定 什麼 不一定 常常都會去用到 絕對的坐標 比如說我們 找路啊 比如說你跟人家講路的話 我們不會說 這一個路口 到下一個路口 往東轉 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說 往左或是往右 那 還有像 打棒球的時候 打棒球的時候 我們是講 左外野跟 右外野還有 中外野 那 在這樣子過程當中 其實學生 他怎麼樣去旋轉 他的坐標系 好 這樣的能力其實也是蠻重要的 好 那我們請 世文老師 我想設計這個活動 有一個 有一個目的 就是說 我們都是停在 我要教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是停在說 我這個活動 要教的是 方位的概念 或者是有相對 作標系 當然 剛剛 趙老師有提到一點 他們有把 這些 外獸先分類 所以 在同一組 類別裡面 他們用的是一個 作標系 你把它想像 不同星球的人 不同星球的人 對東西難為定義幾個 太一樣 所以 他們會有各自的 作標系 你就 當然 這是一個考量 可是 這個到底跟科學 探究有什麼關係 我們其實在訓練學生 什麼 Find patterns 就是 找出一個 規律性 這件事情 是非常重要的 我們通常在教科學探究 我們都說 你要先提出hypothesis 先提出 假設 然後做實驗 然後驗證你的假設 好像這個是標準的 科學研究的流程 其實不是啦 其實科學家裡面 有百分之九十幾的人 他其實在找pattern 就是說 我透過很多trying 的error方式 我到底有沒有辦法 發現這些現象之間 有一些共通性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 拋下你的成件 我所謂的成件 就是我自有的知識 來解除這些data的時候 你通常不會發現 新的訊息 那我們要的好的科學家 就是你要能夠發現 新的訊息的人 所以這個其實是 給你們一個發想 就是如果我們在教探究 跟實作這領課的時候 不要一直focus 在知識的層面 就我要教你一個知識 我要訓練你什麼能力 其實是重要的 所以我要怎麼去設計 一個科學探究活動 不是只有 永遠是給你的現象 叫你提個假設 然後設計其實實驗 然後驗證你的假設 不是這樣的 百分之九十幾的科學家 不是在做這件事情的 我記得我之前上課 如果你們聽過 我會告訴你 就是朱青木 他說他 他做的事情就是try in the hour 你們每天一倍同樣 丟丟丟 然後量一量他的超導溫度 全世界幾千個實驗室 在做這件事情 他不知道原理 但是你有沒有辦法 很快的掌握到那個規律性 那我覺得這個 這個活動其實 就是我的後設計 是這樣子 就是我的設計 又要一直在變 在不同的區域 他們就變不同的內容 那基本的精神 大概就是看 訓練學生找到規律性 然後這個規律性 可以是一致的 也許是分群的 就是在這些數據裡面 比如說 如果你去看地震的 pattern 在太平洋系這邊的板塊 跟在歐亞大陸那邊的板塊 可能是不太一樣的 所以你在這麼多混亂的數據裡面 你有沒有辦法找出 區塊性的規律性 這個其實是一種很重要的 好 我們差不多要吃飯了 所以 剛剛那個活動就是吃飯之前 讓大家走一走 不要能夠吃了一下 這個 安排的東西 但是大家可以去比較一下 早上第一個活動 跟第二個活動 有點不一樣 第一個活動是 那個容易的 性質是 暫時是固定的 在第二個小時裡面 變化不會那麼大 可是我們下去之後 你會發現那個 幾乎都是亂貼的 對不對 有沒有覺得亂貼 貼錯了 剛剛老師說貼錯了 今天不是貼錯 那是亂貼 亂貼一通 我們真的是亂貼一通 可是為什麼要亂貼 就是要打破 各位呢 絕對方位 相對方位的那一種 你知道 刻板印象 因為我看到有的老師還沒下去的時候 他就開始先化了 這個 所有的 有標示出來 就開始東西南北就先化 那這個活動其實是 昨天那個日地月 是一個延伸活動 因為日地月是三度空間的 這是平面的 平面二維的 所以 而且我還 剛剛有老師問我說 那個 有兩個空格 編號四字二跟四字四沒有寫 那個是要我們填 我就跟他說 對不起那我漏掉了 然後我是 我是故意漏掉的 為什麼 因為讓人家看到說 這個老師設計 學習大概有一點問題 連編號都沒有設計進去 那東西南北是不是都可能都有錯 所以你會去 你會去質疑嘛 所以這也有科學學習心理學 在裡面 所以他就想說 這個是不是錯了 所以之前有一場場次 我辦 他把那個 我寫的東西 都把它改掉 你知道嗎 把它擦掉 他說 我們 老師這答案到底是什麼 他也是 矜持那個答案 我說 這個 沒有答案 我們這大家對答案 就這樣 我說 就算有答案 大家對出來一定都不一樣 不然 不然 不信我們對得看好不好 每一則都不一樣 但我來跟大家講 這個沒有 表的難 為什麼 因為剛剛大家談到一個 長早點的問題 譬如說 我這個三角形在這裡 這個星星在這裡 我的人在這裡 這是我這個是北 我這個就是東對不對 可是我人如果站在這裡 這個還是北 這個變成什麼 東北 所以我沒有設計距離觀察多遠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去定位什麼 請不要翻位 所以這個有沒有答案 絕對沒有答案 而且每一個人站著 絕對都不一樣 一個沒有答案的東西 我們怎麼可以拿出來上課呢 拿出來晚了 所以這裡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 在小學的部分 那個國小 升起的旗感在哪裡 哪一棟教室在什麼 邊 所以從小學開始 他們認識了什麼 是絕對坐標 絕對方位 那方位就是 太陽從哪邊升起 比如說花點最簡單的 太陽從海邊升起 那邊就是東邊 從上面落下就是西邊 所以他們認識 都是從什麼 他們生活環境開始認識了 可是到了國中之後 剛剛老師講的 童軍了 童軍開始玩了 印象運動 印象遊戲那些 開始有一些相對位置進來了 可是你到了高中的時候 你發現 這些相對位置還會因為什麼 你觀察者跟相對點的距離不一樣 所以有時候 你要在談相對位置的時候 你必須要考慮更多的因素進來 再來是 還有一個 他們在談野外的時候 你到野外去 有時候要看那個位置 對不對 太陽東邊升起來 那我怎麼樣知道 太陽到底現在是在東邊西邊 我不曉得 我們很簡單是說 太陽從東邊升起 我現在已經知道說 他的軌跡是從這裡升起 可是我爬山 萬一有一天我迷路了 這是我們生活中的問題 對不對 方位裡面其實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可能因為 能夠學到方位辨識 救了我們一命 我們可能方位一搞錯 人生就沒有了 這條命就沒有了 所以那個方位其實對我們生活 息息相關非常好 它可能會救我們一命 好 太陽在這裡 我怎麼知道它什麼方位 以前我們去爬山的時候 那前輩就問我們說 你看到一顆太陽在這裡 東西拿給你都不知道 你要怎麼走 各位 你要怎麼走 拿那個羅牌那隻被子 手錶 手錶 手錶那個 手錶那個時間呢 其實有一些問題 我們吃飯的時候來討論 但是因為現在時間關係 我把之前前輩跟我們講的這個方位 大家可以去給學生討論 因為學生可能可能想到這個 假設你有指針的手錶 那指針的手錶就很好 但是如果你沒有指針的手錶 你是電子錶 現在有的人拿那個電子錶 電子錶 電子錶有的比較好的 它會有樓盤 有的比較不好的 可能只有時間顯示 假設你現在十點的時候 你現在看太陽在這裡 那你立了一個竿子 立了一個竿子 假設照是在這裡 A 這十點 A這個地方 好 那你就在那邊等 等到比如說下午兩點的時候 你知道會有一個什麼 會有一個十二點中午這樣過 假設這個是B 那你就知道什麼 你就知道這兩點連起來的時候 哪一個是A 哪一個是A 哪一個是D 哪一個是C 這個起來的時候 這也是D 對不對 D 這是C 好 所以 以這個地方 你再去畫一個線 這個垂直線 南北 左右南北就出來了 對不對 OK 左右南北就出來了 可是 這樣的左右南北 真的是左右南北嗎 不是 只有春分跟秋分的時候 才是什麼 才是正確的 我們一年去爬山 哪有這麼剛好去春分跟秋分去爬山 沒有 所以我們怎麼辦 我們再看看昨天那個圖 大家還記得嗎 起來的時候春分在這裡 這是正東 對不對 然後呢 夏季的時候是在這裡 冬季的時候在這裡 對吧 好 這有一個角度 對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好 大家有沒有考慮到 這個假角是幾度 這個假角是幾度 23.5 所以這裡就是多少 45 春分的時候是322 秋分的時候是922 冬季是12月22 這是6月22 好 以我們現在來講 現在是11月26號 所以派陽出來的時候 應該是在哪裡 在這個地方對不對 而且我們還可以去算 這個角度的比例是多少 因為我們有什麼 我們有這個 劉塔的夾角 還有什麼 還有日期的 堅數的比例 所以我們這個可以算得出來 這個算得出來的時候 你現在已經有一個絕對了 所以你可以大概去抓一下 這個角度大概是多少 稍微轉動一下 那就會比你用這個 春分秋分的這個更精確 你就可以透過你的手錶 跟你在山上拿到的任何一根桿子 來判斷 對吧 哇 如果沒有手錶 那個 沒有太陽 沒有太陽 我大概等太陽出來 晚上的時候還比較好 晚上搞不好還可以看得到 如果沒有手錶怎麼辦 知識北深 在那邊抹 如果沒有手錶怎麼辦 我們就要看 我們就要看 因為我們就沒有辦法很準確去 看到十點跟兩點跟十二點 這個時間感 所以我們只能怎樣 比如說我在這裡 爬山的時候 我爬到這個三點 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先立一個 不管現在是幾點 那我到這裡的時候 我爬到那裡 我不曉得我現在是幾點 所以我先在這裡再立一個肝影 那我要仔細觀察 這個肝影呢 它的影子如果是最小的時候 因為我們沒辦法抓到最小的那一點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它 慢慢變小或慢慢變長 我們可以有一個敏銳度的觀察 在這裡的時候 如果是很開始變長的 那我們就要趕快走下來 那你這個確定的路程 一定要 你那個腳步速度一定要一樣 速度一樣距離一樣 所以你的時間也會一樣 所以你在這裡再立一個 桿子 當然我們不一定是爬這樣下去 有時候是爬到上面爬到下來 那爬下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裡再做一次 那就會得到一個跟這裡的 可是這個是比較不準確的 比較不準確 這是我們以前去爬山的時候 人家對於方位 就算你沒有手錶 你沒有指北針 你沒有羅牌 你什麼都沒有 你也不是晚上 你至少可以找得出 東邊和西邊 假設是沒有太陽怎麼辦 他們就會去觀察連倫 剛剛老師提到連倫 連倫如果是 那個名字都知道 觀察生物 觀察 對 觀察比較開 常常照 那個果實 常常照太陽的就 比較 黃 沒有照太陽的就比較 綠一點 看果實 看連倫 還有看什麼 看青苔 如果是常常照的那邊 青苔比較少的 那就是太陽升起的地方 看樓梯的 石頭的正面 跟背面 這是以前我們 去登山的時候 他們告訴我們的一些方位 所以我們 生活中其實有很多跟方位有關 剛剛趙老師講過了 我們那個 平常不太講東邊跟西邊 你到前面往右轉 對不對 我打擊出去打到左外野 打到右外野 我怎麼打到東外野西外野 沒有人這樣講 對不對 我們的地球呢 東金跟西金 從那個英國格林威治 往那個美國就是西半球 往這邊全部都是東半球 那我們東半球 這裡的時候是看到太陽是東 看到西 可是另外一邊轉過來之後變成什麼 西 看到東 所以 有時候這個方位 其實是很容易讓人家搞混 那我去找一下說 中國以前怎麼講東西南北 他說 我們買東西 為什麼要說買東西 為什麼不要講買南北 這個東西那個東西 為什麼不要講南北 他說 以前中國人判斷 東西南北中是什麼 用金木水我土去判斷的 中就是土就是我站的這個地方 那金木就是什麼 就是金跟木東跟西 南北就是水跟火 所以我要去買東西的時候 變成是我要去買可以買得到的東西 金跟木頭是我看得到 可是我沒有辦法去買水火這種東西 沒有辦法裝的 不是一個固體的 所以我們才會說 我去買買東西 這個東西 所以它是有一種固體的 可以摸得到的 有固定形狀的這個概念在裡面的 這我是沒有研究 它有什麼左青龍右白虎 前豬雀後懸如 是不是有這個 這個 這些一些傳說啦 我是去找一些這樣的一個資料 跟大家一起分享 謝謝 所以 那我們就 吃飯 吃飯 對答案這樣 摩斯密碼 摩斯密碼 比我們比較近的摩斯密碼 比較熟的對不對 摩斯密碼你可能耳熟人響 可是你不太知道它到底 那個密碼是怎麼樣 這裡就一個摩斯密碼表 它這個是一個點 這個D 這個D D 所以這個一個長霸就是三個點的時間 那這個摩斯密碼 你看這裡有一個 這個斜線就是分開來區分 區分 所以這裡有兩個點 D I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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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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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大一點 所以那個角度更大 就能夠對得更準一點 我鏡頭這樣轉 我到底是轉到哪一個 因為我們26個字母 如果360度的話 那個每一個夾角很小 不容易判斷 所以它只要用16鏡位 不曉得為什麼要用16鏡位 可能二鏡位的密碼 碼長太長了 所以要發出的時候就變成很不方便 所以它們就折了16鏡位 好 大家講了這個奇語來了 奇語 那我對奇語呢 其實我都不曉得這是什麼意思 我也看不懂 但這個奇語姿勢是這樣子 相信有些老師應該很熟悉 那他們要去表示 阿拉伯數字的時候 這裡就一個Number Sparrow 就是我接下來如果要比數字的時候 我要先做這個工作 然後再比1 2 3 4 5 我知道的是這樣 不曉得各位老師 看我有沒有講錯 跟我講一下 董燿要搞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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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厲害了 找不清楚 就算有一個人在山裡面 比奇語要求救 我自己也不曉得那是什麼意思 但是很特別的是 現在的登山背包你去給他看 他有的會貼一塊 這個奇語的標示在上面 以防你迷失的時候 在裡面比不會用 所以你就看著登山背包這樣用 好 那各位有沒有在想說 奇語之前 當然我們就有什麼狼煙啊 有那個以前我們叫烽火台嘛 這裡點火 那裡點火一直傳下去 各位有沒有在想 再往前是什麼 這個叫做 這個叫做 Telegram 這個是什麼意思 這是我們去法國那邊 他們介紹的 他說 以前在法國的時候 還沒有這些密碼 訊息要怎麼傳遞 因為法國的服務員很大 我告訴你 那他們要怎麼訊息傳遞 他們是在建築物的上面 大概用 每一個塔是12到25公里 這麼長 大概又會用三個吧 兩長 兩短 一長 在上面 這裡有一些機械 在塔上面的屋頂 架設這樣的一個設施 那大家看到的 這個是羅浮宮上面的一個塔 以前 以前在羅浮宮那邊架的這樣一個塔 那他們就會在這裡面去調整 這個 一長兩短 形成不同姿勢 這個是 如果A 那就要調成這樣子 B B CDEF 然後呢 123456789 10 所以這裡都有了 這一張呢 是法國 當時候大概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 他們全國裡面 所有的塔 的位置 分布就這樣 非常多 到了 跟他們講 到了十八世紀的時候 還在用 還在用 那 那邊的老師講 以前 拿破崙好像被放逐到一個小島 是不是 後來又跑回來是嗎 我對這個歷史不熟 那跑回來的時候 他跑到 跑回巴黎 就去巴黎這邊的那個塔 放了一個消息 就說拿破崩國王回來了 所以兩天裡面呢 48個小時裡面 全國都知道 全國都知道了 所以當時候呢 他們是用這樣的一個 設置裝置 來傳遞訊息 所以這個大概是 整個 傳遞訊息的一些 近代的一些發展 那更早之前 我們就不曉得 到底是怎麼樣子 你說有燒狼煙的 可是那個 狼煙燒起來 到底 他沒有提到狼煙 就是不同地方 都會燒那個火 燒煙 那可是煙 不曉得是什麼意思 他搞不清楚 好 那現在呢 我們呢 也來學著 跟他們一樣 發送一些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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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給大家一個人的任務 因為我們要解決問題 我們生活中 碰到一些問題 假設 假設 你在黑夜裡面呢 你登山迷路了 也沒有剛剛看到的 什麼月亮可以 跌方向 你身上也沒有任何的 求救的設備 沒有無線電 沒有手機 沒有任何東西 只有什麼 只有我們桌子上的那些材料 你想一想 你要如何用這些材料 發出求救訊號 讓別人拯救你 你要發出一些訊息 那現在是1點30分 待會我給大家呢 大概我們到2點的時候 我們要有一個比賽 什麼比賽呢 每一組為單位 你們組員呢 假設這一 第一組有五個人 看你們要拍幾個出來 發出你們的求救訊號 求救訊號發出去 在前面發射 其他的組員就到我們的桌子 後面那邊 去看你們同組發射出來的求救訊號 到底是什麼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待會前面會有五組發出求救訊號 後面 如果你的組員要救你 我們任路簡單一點 你就看自己組員發出來的那個訊號 好 OK 可以 好 那大家呢 你要想一下 訊號裡面 我們就用ABCD跟1234好了 所以你發 你的訊號呢 可以ABCD到Z 26個 還有什麼 0123456789 或是12345678910 你的編碼 你要有 英文 你要有 數字 我們不要用 OpenMovore OpenMovore 有34個 這個更 更麻煩 我們就用英文好了 英文好 那各位想像一下 後面所有的器材你都可以用到 當然我們 大家 待會兒 最去哪兒的會是什麼 貼頁裡面 所以我們這裡會把它關按 待會兒 拆的時候我們把它全部燈關起來 那你在這裡發出訊號的時候 其實人家發什麼 燈光對不對 所以待會兒 各位可能會去拿 電池拿燈泡 那你燈泡的時候 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我通通不要用 太複雜的什麼編碼方式都不用 我就A亮一下 我Z要按幾下 按26下 但是你要考慮 待會兒你要救你的主員 有沒有辦法眼睛一直燈燈燈燈燈到26下 猜出自己 萬一我 我待會兒會出一個謎題 萬一我如果就寫後面那個 SWYG那邊 你就在那邊點點點點點點到 好手抽進你的主員可能也猜不出來 因為眼睛會化掉 所以你的編碼越簡單 你的次數就越多 你的編碼越複雜 你的次數越少 但是中間怎麼去取到一個平衡點 讓你的主員可以救得到你 所以待會兒的拯救任務 有沒有辦法成功 端愛於各位設計還有密碼 還有你發出來的這些人 你們的這個 那個設計的方式是怎麼樣子 OK可以嗎 有沒有什麼問題不清楚的 好如果沒有我們現在到2點 各位來掌握一下時間 那到後面的人去哪你需要 發出來的訊息 那你不能拿那個喔 不能拿台燈裝燈泡在這裡 好 對齁 對齁 我要給你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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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讓那個第一出來的那一組 等久一點 好 燈 好燈請關掉 我看 好的嗎 好 我要公布那個囉 求救訊號囉 這個是英文字 英文字 對 等一下這個放在前面嗎 我分不起來 對啊 太長 等一下喔還沒開始喔 好 好 好 我放在這裡好了 可以嗎 好 可以 好 可以 但是他等一下會結電會洗掉 好 一起來喔 等一下還沒開始喔 好 好 預備 開始 A T T EA C H E R T E O T E O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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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北市大運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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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再一次嗎 不好意思 再一次 重新來一次 快速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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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ヘヘピオ 好 喔!喔! 好喔! 啊! 好燙! 好了嗎? 開始囉! 開始囉! 誰啊? 直接... 這個... 可以嗎? 會啊! 會啊! 很上次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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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結束了... 我們的解碼中了 好... 就... 這個... 這是... ... 我們去... 我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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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定了... 那個救援的夥伴們不要出聲音 第四組 我已經出來了 人數好了更不適嗎 因為他們完整 第一組完整 第一組好了嗎 要再第一組嗎 可以嗎 完蛋了 完蛋了 確認一次就確認了 要再確認了 剛才講的 謝謝 再確認了 再確認了 這個同一個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同一個 可以同一個 同一個 對 對 好 再同一個 對 會搖出前面的 其實我們可能會有 你點到我們外面子 對 對 我很沒有信心 這是什麼 一點點字 好 你 好 你 很可憐 對 好 好 所以 所以你 vai 是 imy 我 喜歡 什麼 什麼 看起來是數比 九十四 第一個是比完年 第二個是比完年 第二個是比頓 對我這把 他叫做比 對 好 好 欸 欸 啊 我看 欸 他進入休免 欸他休免 我來 應該給我 這樣 這樣 有什麼個信號 好 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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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好 謝謝 呃 zawsze т. 請 請 第四組已經完成了 一二三 好,現在2點25分,我們再兩分鐘好了 動作快喔 好 好啦,錄影 看不出來 謝謝 你剛剛幾個字 呃,還有四五個 天啊,等一下,你跟手要重新的 有點沉浮 好,最後一分鐘 第一組完成了嗎?第一組 OK了 OK了,好 好,第二組呢,還沒 第三,還沒 好,待會時間到明正會幫我們開燈齁,那就暫停囉 好 咦,一樣這助人家訊號 我們要是失敗的就是你害的 時間到 所有老師請就做 那個1到80 那就可以找到他對應的字 什麼意思 第一就是A,第二就是B 這邊有一個燈泡就好 它有八個點,那它就是A到H 然後第九有29 第二個9就是從I開始 所以另外一顆燈泡是亮的 找那個相對位置 所以我們第一個是2,假設是2 然後3 那你們那個字圓跟字圓中間那個 被那個建港限距要哪 把中間擋住 把中間擋住 把中間擋住就是環下一個 所以說遮著的時候 然後要開始就2個馬 穿2個馬出去再遮著 穿2個馬出去再遮著 一個一文字母2馬 那你們為什麼說這樣算對是什麼 我們2張編碼表 這樣算救援成功嗎 多了11個 所以你們答案是多少 我們tapher然後2、3 對 數字編碼表 對對對 人流在火星了 方法一 就判大 第二個是 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你覺得 為什麼我沒有辦法收到正確的訊息 我要怎麼去改進 不好意思 我們設計的編碼是用四個燈 那其實我們有想到立體 但是立體的方式是 我們沒有想到解決的方法 所以時間有限 我們只好再回到原來的方式去做 那本來是說1、2、3、4的位置 但是在遠距離的時候 你根本不曉得哪一個位置是1、2、3 是看不清楚 所以我們就想到就是 開一個短燈 就是亮短線 短訊號的話 它叫做A 然後兩個短訊號 兩個燈短訊號就是B 那依照這樣子 按照這樣子的排列方式 那如果是有長有短的話 有分左右 因為左右可以看得清楚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去把它編出來 那剛好是A到Z 最後還空一個的話 就是如果要改成數字 我們就是四個長的這樣子 那就剛好 那數字的話就剛好是1、2、3、4、6、7、8、9 到前面 就是前面的九個部分 那這是我們的編碼 這個四個是長嗎 對 四個都是長燈長亮的話 那就是下面的叫做數字 所以這是一個區分的訊號 對 對 那 可是我們 沒辦法成功的地方 在裡 那個 人怕是 接觸不良 有時候接觸不良 那個訊號就發出不去 就會變成這樣 它有一個是我們 剛剛那左右邊沒有協調好 所以我剛剛看到的 短短長長 我就看成了 另外一邊 另外一邊 看成了V 然後可是 答案節應該是R 就是長長短短 看得短短長 所以我們的左右邊是反過來 他配合我的方向 我配合他的方向 所以我們兩個就都念到了 那可以怎麼改善修正 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就是 其實四個燈是會比較沒有那麼好的 那我覺得D組真的很不錯 就要學到了 其實他只有用兩個燈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他是用方位 那因為我們那時候也想到 用四個燈的方位 但是還是沒辦法判定 你是左上是右上 左下是右下 可是他因為有一個指示燈 所以想到那個 有一個指示燈 就會可以解決方位的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各位我辦有沒有什麼想法提供給他們 他是怎麼做 可是他這個如果就是像火師秘馬 是用聲音來喘 很適合的 很適合的 對 他就很適合 那黑暗中可能看不到這張貶 然後他就會搞得清楚 然後你心裡 給嘗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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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為什麼沒有用敲的呢 我們有用敲的嗎 沒有 因為我們剛剛在同誼的時候是說 如果你是現在這邊的話 就直接講 如果你是現在這邊的話 就直接講 用聲音喊著就好啦 對啊 但是因為規定說如果是遠距離的話 你聲音是沒辦法傳出來的 而且沒辦法資訊很前髮 沒有沒有就是直接講 然後他說又要工具 工具之後用敲的 我們本來想說直接把答案講出去這樣 因為你興趣在這邊嘛 太好所有組都過關了 那接下來就是用敲的一個部分 所以有時候會設定一點限制 會這個問題設定一點限制 可以激發更多其他的想法 要不然我們溝通的方式太直接了 就直接講就好了 對 我可以設置一個船線桶 好 我可以設置一個船線桶 沒有繩子 好 給我進 好 可以嗎 我們在調那個燈泡的位置的時候角度偏 所以在前面拿的時候拿到最後手快超級 其實那個時候我們設計的時候 有想說 就是你可能只有一個人 那如果你是模式密碼 就我們的那個密碼表背的很熟的話 大概一個人就可以操作量案 那你們的 對不起 失敗的原因嗎 我們失敗的原因在於 因為 做到一半的時候 他們突然跑過來說要從頭開始 所以時間來不及做 他們已經游到那個 事發地點告訴他們 對 說出不及前面沒看到出來 所以我們沒打完 對 我跟我講 好 因為我們沒有扣白件 對 扣白件 就我們其實有編碼 就是也是大概跟上一組一樣 就是長短這樣 然後我們是設定就是 長幾次然後短幾次 對應這些符號 可是我們覺得說就是我們 假設我們 可以把它看到 我們有這個 很多很多 九個字 七個英文 然後兩個數字 我們沒有辦法去表演說 那一跟二的那個 那個 切斷的點在哪 對 對 因為我們只有一個 就是只有一個燈源嘛 那它 讓它 長亮 然後遮住 然後 非常長 那我們可以看到 第一個字是什麼 可是接下來 二三四五 我就不知道 而且我們也不知道 到底有幾個字 對 所以 設定好這個提供點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我覺得其實 你跟中間的切分 必須要有一個 怎麼分啊 就是 你的開始在哪裡 結束在哪裡 對 因為如果你是在半路 突然看到中間的字 你可能會連不成一個 一個完整的單字 這樣 我覺得是這樣子 很遠的人不知道 他要講幾個字 而且他也是 他也是 第五個字 他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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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看到 他只看到 五到九十 前面四個字 沒看到一些沒有意義 對 前面的人以為 其實後面的已經知道 對 然後我們不知道說 他們還不知道 前面就會一直比 然後後面就會一直 一直看不看 對 來加上我們要牽托一下 中間有人擋住了 我們的血球 沒有啊 沒有啊 失敗還是有人 應該要檢討 一隻台灣黑熊走過去 是啊 是啊 一隻 一隻 那個什麼什麼台灣什麼 零角消費都去擋住 所以即使是 我們設定好 就是短 最多也是五個短 這樣分組分 我覺得這樣的 的次數還太多 比起方位來看 就是兩個 像第一組的方位來看 它是比較明顯 要檢顯 對 除非我們確定說 它能夠看到所有的訊號 一到最後一個 而且它知道說 第一個字跟第二個字的斷點在哪邊 不然 就很難去掌握正確的訊息 所以你們其實是有雙向細目標這樣 對 正的 編碼方式 而且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所以我想過直接用聲音就好 哈哈哈哈 所以我們什麼 鍋碗瓢粉全都出來了 沒有 但是後來發現沒有什麼可以拿來 補充的就是 所以我其實想說 如果我們有強大光源的話 我們可以撿地上的樹枝啊 然後小爸爸把它點起來 對 剛剛想演一個 對 只要投影 對 就好像那個蝙蝠俠 出現都會有 投影跟蝙蝠的東西 那大概你也可以從投影的角度 還是什麼 大概可以知道在哪邊 然後想要串哪種訊息 對 不過那就是 東西要足夠 然後工藝要夠強 對 那你們的 你們的A VCDE 跟FGHI 這裡跟12345 數字跟147 都是兩長 數 進入那個數字 我們會比一個圈 嗯 對 燈要畫一個圈 對 整個燈這樣 對 我們還沒在這集打到數字 對 對不起 時間太慢 因為我想說時間沒有限啊 所以就慢慢來 真的很強大 謝謝 我是覺得 為什麼我把那個 紙張 弄26個字 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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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空投影 挖空投影 數字也都投影 這張不錯 這句方 對 對 直接投影 挖空的 英文 直接把燈泡放在這裡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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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直接我要空挖空 剪子這樣 直接一下子就對 直接打上去 還可以自製就算了 受難者就站在燈前 看一個形狀頭 然後還可以比 就是我 對啊 所以如果距離很遠的時候 其實你 會滑掉 對 不過去 看不出來 你永遠只有看到一個點 對 只有一個點 你根本沒有辦法去知道說 我的位置其實是有 對 對 各位夥伴還有 那如果要你們那個呢 改善怎麼辦 改善 就 密碼表 把它改簡單一點這樣子 然後這個其實可以 就是如果密碼表很熟 可知 直接這邊控制時間 就好 不用遮 就是我要停的話 其實我就只要電源一開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 我們那時候設計這樣 就是不想讓手 可是 如果 坐下來應該全部都看不到了吧 所以一定要拿 沒有辦法放自己手借口 不好意思 那那個 字緣跟字緣 那個時間的間距 那個區隔 我們是中間停三秒 每個單字中間 會再特別拉長三秒 增值去做的時候 其實 因為它都在前面一直數 一二三 三秒覺得不夠 對啊 因為我可能要解讀數字的時候 它已經比下一個 對 或者是說 三秒之後 你是要repeat相同的字嗎 還是你要 下一個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就是它的那個循環的次數 也是要有默契 我們這一組是先把 訊號抄下來 再去接 可是你當場要解 再解圖那個訊號 你會發現它的同步效果 對對 就是你的長短時間都記完了之後 再去解憶它是什麼單字 然後再去解讀說 那個訊息是不完整 那當然就是可能整個流程 就是不是一次就OK 有可能是中間打個penty 什麼字就 就少一個碼 對 所以可能就是要repeat二到三次 讓 搜訊的人可以 catch到完整的資訊這樣子 我們再訓練就對了 是是是 是 很好的建議 好玩啦 好好好 謝謝謝謝 謝謝老師 所以我發覺 如果用很複雜的密碼表 可能它也看不懂這樣 在黑暗中 所練網不太夠 所以我們就用很簡單的方法 因為今天我們想的是說 數字在邊英文字 稍微區隔 所以打算 就拿這一個寫 寫英文字這樣就好了 OK 然後那個數字的話 我們打算就是用 跟他們一樣是中的 十二個方位這樣子 來代表數字 對 但是這要三顆燈泡 這夠大了 但是我們想說 三顆燈泡有一個困難 是因為這個接觸不太亮 一個人要操作 要顧三個燈 大家剛才應該有操作上的困難 所以後來我們乾脆怎樣 一切重檢 OK 如果寫英文字 只有寫了 就直接拿一個燈泡的 就可以寫英文字 OK 那中間怎麼去隔開那個訊號 所以那個我們操作者實在太強大 他就把它遮起來了 遮起來 就代表一個字 準備要開始寫 OK 然後中間如果 譬如說 I love you 中間有一個空格的話 還可以遮起來三次這樣子 代表中間的那個空格 對 然後英文字的話 跟那個數字怎麼區隔 就兩個燈泡的 兩個燈泡的 一起寫 你看他兩個燈在寫的時候 就是代表數字 看到一個在寫就是代表英文字 對 然後他寫完之後更厲害的是 他還用中文全部寫出來 超級 OK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們標準答案 都在這邊 沒有改喔 沒有改 完全正確 然後就是因為 比的人都比得很正確 這個夠大 夠大 所以連我女兒都可以判別的出來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通訊方式 不用密達 我們這組不用密達 我們這組不用密達 對 我們剛剛看看 欸怎麼跑出中文 寫中文 還是會亂亂你們 也太好亂別組的做吧 各位 我爸有沒有 你好 你會寫寫英文的方式 我剛剛在想 我剛剛在想 因為我還不清楚這一組的編碼方式 但我暑假的時候 在東法大學帶私培的學生 他們在做這個 他們有不同的背景 因為各系來的 那我發現呢 只要是學理工的 他們開始編碼 一開始就編碼了 而且他 比較不會去用什麼 長短 一開始就會畫那個編碼表 想要設計一套什麼 那人家學藝術的 有一組學藝術的 藝創的 藝色的 藝術的 他們呢 呃 當時候我給他們的 任務呢 更困難 我說第一個要有位置 第二個要描述狀況 第三個呢 要告訴人家人數 因為這樣才會有 英文跟數字 我就給他寫 就像今天這樣 在山頂上 在受傷 然後幾個人這樣 他們 後來的方式就是直接用寫 而且他的山頂呢 他直接畫 山 畫一座漸漸的山這樣 那中間那個人 他受傷沒有辦法表達 沒有 他就直接寫英文字母 直接寫英文字母 阿拉伯書 這樣子 所以 但是他們那一組是最後一組 也是跟這樣最後一組 所以 那個 我看到他們的表情是其他 當時候八組 一到七組呢 就有一點 嗯 覺得 很想打人 很想作弊 可是他們又沒有作弊 那感覺 所以我當下發現 有一些想法 真的不太 不太一樣 你說他們這一組 這樣可不可以 好像也 謝謝 我們幾台三次 三總部 我們都一樣 而且他們真的是很快就出來了 那根據幾次的經驗下來 我發現 大家比較討論到最後 因為他們修正到最後會有一個pattern出來 就是 英文字母A到Z是26的字 再加上0到9或者是1到10 10個數字加起來是36 所以36他們會去用一個6乘6的矩陣 6乘6的矩陣 那6乘6的矩陣就變成1到6 上排1到6 然後這個水平的1到6 垂直的1到6 那他們就會去對那個碼 這個是剛好他們的限制 但是如果我們是用pattern模4的話 這個規則可能就比較不像英文這麼好 因為剛好36 那如果是34個pattern模4跟10個 就變成44 44 就沒有辦法形成很漂亮的矩陣 當然你還是可以跟第一組一樣 他們有一個編 他們是8跟5 剛好40 底下空了3個 那還有一組是 他們用一些生活的經驗 譬如說我們在繳那個線上繳信用卡的繳款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想一想那個英文字母要怎麼打 A叫01 B叫02 所以你就可以t就是20 z就是26 所以我剛剛最早講的z要打26次 這個是最直觀的最普通的 但是你可以把它轉換成我們已經熟悉在大家腦袋裡面的編碼z是第26個 所以數字的時候就變成英文跟數字中間要有一個區格 我現在寫的是英文 我現在寫的是數字 所以中間有一個區格 對 對 所以就算我們沒有第一組那種變化表 可是我們的生活經驗裡面已經有那一種 共同的積模在那邊的 那個可以幫助我們解碼 這是我從機場裡面的發現的 那這一個呢 最有趣的是 你看到從早上 那個容易 有一個固定的東西在那邊 可是我們未知 到了 中午那個 寶可夢 寶可夢 早的時候是 其實它是沒有答案 可是我們有一些體驗 那到了這一個之後呢是 它有一個標準答案 可是我們有不同的做法 都可以去什麼 都可以去解決這個 所以我們的科學三變 其實如果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我們有很多個方式去達到這個目標 那這個走過的路 其實就是一個很有趣的探究 那再來是 這個課程 我們在法國那邊 其實它給我們的很簡單 它就是放在桌子上 它也是給我們一個訊號 用我們設計的編碼 那它的任務很單純 不像我們這裡還要關燈 還要去打 打那個訊號 在那個情況底下呢 就有組別他們是用 串聯跟併編的方式 所以這裡就有 串聯跟併編的那個科學概念出來了 那併編的時候呢 有的用併編代表 數字 有的用串聯代表 那當下就會有明跟暗的差別 所以那邊會有時間上的長短 跟明亮兩種 明亮兩種 我記得有一組是 它還分左邊右邊 比如說我的病臉這裡 右邊 病臉這邊左邊 那右邊人可以代表英文 這邊可以代表 數字 可是在我們剛剛那種情境底下 沒有辦法 因為我們如果要分兩顆 可能要兩個人 拿著 因為我們是在空間裡面 我們沒有在桌子的平面上面 沒有支撐點 所以可能就要三個人 一個左右兩橫 拿著中間這裡 還要一個人在那邊發訓 所以不同的任務 就會有不同的什麼 不同的限制 不同的難度 如果大家回去呢 要給學生上的時候 也許高中生他們 這個手腳什麼 任務可以提高一點 就像我們剛剛那裡的任務 那如果是國中生 我們可以給他 在平面上面 或者是我們器材 可以提供給他好用一點 例如說 我當時候在思考的時候 有電池做 要不要有燈泡做 因為燈泡做方便 大家發出那個訊號 比較穩定 可是我後來想一想 我還是沒有放進去 因為想說 這也是一個克服的點 那如果你要讓國中生好操作 因為畢竟 國中生他們如果要 完成這個任務 他們會很開心嗎 那你的燈泡做好用 他們就容易達成任務 所以這個也可以放 再來就是答案 也許可以簡單一點 因為美惠昨天跟我講說 這一般非常的優秀的自由勝 這個信號給大家複雜一點 所以這不同的方式 大家可以去調整 那大家還發現到一個 其實這些概念都很 我們都學過了 器材也很常見 很容易準備 可是他可以玩出 很有趣的東西出來 我覺得這個才是 這個活動很吸引人 很特別的一個地方 所以這個其實 大家回去可以給妹妹玩 也可以玩得很開心的 不用準備很複雜的 或是怎麼樣的 以上分享 分享 我們 跟國伴有沒有什麼想法 搭到這一組就整個無言 就像這樣 壓軸對不對 對啊 不要理他們 哈哈哈哈 所以你將 0到9個數字 我們有6乘6 36個符號 那 有人 我看過最原始的 他就是從1到36 閃一次是第一個符號 閃到36是最後一個符號 可是這樣子會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可能 讀的人也很辛苦 他中間只要漏讀了一個 他就得到所有的訊息 所以如果要提到他的準確度 我可能把它變成XY軸 Y軸 6x6的codebook 第一次1到6的訊號 有X軸 第二次Y軸 1到6的訊號 所以這種兩個座標 我可以locate到一個符號 這個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我要更簡單一點 我可以交二進位 二進位的話 01 0100 如果有兩種顏色的燈 X軸 紅藍紅 代表的是可以是1到8 就是二進位 我二三四方可以有8個符號 Y軸有8個符號 Y軸有8個符號 如果同時閃X軸跟Y軸的話 我可以有更少的燈數 更準確的訊號傳遞的方式 所以像這樣子的活動 你可以延伸到數學 去講二進位跟十進位的差距 那你只要拋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是我怎麼樣讓我的準確力提升 然後再來我怎麼樣 可以克服我外在環境的條件 比如說光的閃 閃爍一定要是在黑暗的地方 而且它距離還是有限的 那聲音它可以克服距離的問題 這樣你有限的 Gable Go長的話 這是電話的來源 那接下來我們有無線電波 那無線電波 什麼樣的波長 它其實可以克服這些地形的限制 可以傳個較遠 這些其實都是看你的年段 你的主題 還有學生的興趣 整個探究活動 它其實最重要是 背上學生自己的興趣 它有興趣的地方 它可以挖個更深 很多的問題 其實老師是回答不出來的 那要學生自己去找答案 所以老師扮演的角色 其實並不是在給予學生答案 這件事情上是重要的 而是你怎麼引導學生 自己去回答他自己的問題 所以這是我們這兩天工作坊 最重要的目的 所以我早上講話講一半 就是台灣的探究跟實作 跟我在國外看到 最差別最大的地方是 我們國內很多的探究實作的活動 它都是 還是以概念的學習為主 也就是我設計一系列的活動 其實我是為了要教你一個概念 可是真正的探究 Inquery Base 我們現在強調說 跨領域的能力 概念已經不是目標了 因為很多的答案其實你Google就有了 當然很多人會說 你Google的答案不應是對的 可是自古自經 我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 你現在學的某一個科學理論是多的 沒有人敢告訴你這件事情 因為他可能過了一百年之後 他就被推翻了 所以是不是對的這件事情 可能在科學教育的目標上面 不是那麼的重要 我們比較重要的是訓練學生的思考能力 所以Inquery Base的Teaching 它的重點其實在教學生找答案的地方 所以這個是我看到 國內的看就實作 跟國外的Inquery Base的Teaching 它最大差異的地方 所以我們很多老師會說 那我這堂課我到底要教什麼 那沒有要教我們 他就教你整個推理的過程 實驗設計的過程 怎麼樣問好的問題的過程 然後你的答案也許是錯的 可是你的過程可能是好的 我最常舉的一個例子 像波爾的原子模型 它是錯的 可是它重不重要 它非常重要 因為有一個錯誤的模型 所以引發了整個二世紀的目的發展 因為我知道我要看到這麼小的尺度 我很多的科技就會隨之地發展出來 就因為科技的進攻蓋 我們去看更微小的世界 這個微小世界可能反過來說 波爾是不對的 可是波爾重不重要 都會以為出它很重要 所以錯誤的模型可能是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好的東西 所以我們教學的目的不是在教正確的 其實是在教好的思考方式 所以這個是我想 所有將來我們在推這四個學分的 探究跟始作的課程裡面 老師們其實非常需要抓到的一個核心的主軸 要不然我們就會偏掉 就會偏掉 所以接下來我就把時間交給老師們 跟還有我們今天也有賈院長也很辛苦 從早上一支陪我們到現在 然後鄧中央老師主辦的中央大學的朱慶琴 朱教授也很高興他給我這個機會 因為其實我的計畫是在十月底我們就結束了 那辦了三場的工作坊 人真的是少得可憐 然後第一場碰到颱風被取消了 所以北中南東部就沒有辦了 所以三場的人數都很少 那我們的對象其實原本是國中跟國小的老師 那時候他們就問我說那高中 我說沒有關係 因為我們的重點不在私事內的 我們的重點是在老師的角色跟整個探究的過程 所以不管是高中、國中、國小 甚至大學研究生 其實都可以來參加這樣子的工作坊 所以我就很不要臉了 就說沒問題 我們就把這個活動接下來 然後更感謝我們的幾位講師 包括昨天的黃正佑跟李美慧老師 然後今天的陳世文跟趙毓齊老師 那先給他們一點掌聲 謝謝老師 好 那我就不多說了 來 就我們大概總會有五個探究 探究十座的活動 他其實老師們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他就是一直在做一個 我在比 也不能說是ituration 就是一直在重複 只是我們每一次的活動 我們可能要強調的東西不太一樣 比如說某一些活動 我們可能要強調 把老師們你們原本的一些東西 先把你們打破 就是破除老師自己的迷思 那有一些可能會強調方法 有一些可能會強調方法 那剛剛很快的就有老師提到說 活動很有趣 那問題是我不知道怎麼提美 對 那可能待會 因為中浩是這個領域的專家 我覺得當然由他來講 就是我自己就作為一個老師的紀念 我可以想到的 其實就包括我們用最後一個活動 來做例子好了 比如說你提出來的方法的可行性 也許你可以拿到約定指標 然後你救援成功與否 比如說你就是我可能可以花三年 救這個人嘛 他已經死掉了對不對 我方法是 他原則上是 就是他理論上沒有問題 但是我實際在執行的時候 可能就不遷合現實 你也可以把這個放進去 然後這個方法是不是夠簡潔 你也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標準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老師們 尤其是我們的台灣的老師 其實是非常有能力去 你大概就給一個乾話 大家就可以把這個東西寫下來 所以我原則上是覺得不需要這麼焦慮 那另外還有一塊就是 我從老師們身上學到的 就是我們的思維很優秀的像是 就是大家都可以發現 不管我們做的是哪一種活動 最後都有一個分享 然後大家會分享那個步驟 那個步驟 在探究與石座裡頭四個大的階段 最後那個階段 那個階段非常重要 至於表達與分享 你到底是用質疑的方式 用報告的方式 像我們剛剛這種方式 其實都可以 那你就在你表達與分享這一塊 你稍微定一些評分的準則 可能就可以解決 老師一直很憂鬱的那個評量問題 那不過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要問專家 所以我再教一個 好 我現在沒有很好的答案 不過雖然它不是很好聽 但是就像我們在審學生的 研究生論文一樣 各個教授心中 都還是有非常清楚的一把 比如說如果你今天做一個探究活動 我們一定先去比對你的 你的研究設計 跟你的結論 夠不夠的研究 所以我們在國外看到 歐美國家的老師的教學 跟台灣有一些蠻大差異的地方 就是許多這種所謂的很優秀的學校的 老師在做科學教學的時候 學生講的時間比較思想的時間多 這是一個很大的特色 那如果學生講話的時間 比較多的時候 當然學生的表達就會是 我們評量的一個很重要的點 台灣的學生都很聰明 所以他在各項考試上 好像都可以算得很快 答題答的正確率很高 可是當你要他講得到底 告訴別人的時候 他就講不出來了 這是我們的學生最吃虧的地方 所以我們常常就是 好像我們做了很多事 可是寫出來的東西 只有一點點很沒有說服力 那美國的學生是 他其實內容只有一點點 可是他可以寫的場邊大陸 好像很有道理 他很覺得頭頭是道 這個就是他們從小的訓練 跟我們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所謂的科學知識的傳承跟分享 重點是你要講得出來 說服得了別人 那才是你的知識 如果你很會做 可是你講不出來 然後沒有辦法說服別人 那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們過去的科學教育 大家花了百分之九十的時間 都只是要學生算對 做對 答對 可是沒有教他 怎麼樣把他內在的想法 很明確的 很有說服力的 跟別人做溝通這件事情 所以探究教學跟探究學習 一個是內在的 就是我對我自己的對話 我怎麼發問 我怎麼為了要回答這個問題 我怎麼設計實驗 我怎麼收集證據 我怎麼說服我自己這個證據 是可以驗證我當初的假說 或我的想法是正確或不正確的 可是當我們講出來的時候 那時候那個程序是不一樣的 我記得以前聽楊正寧在部門演講 他最有趣的地方是 如果你看楊正寧的paper 他永遠都很簡潔 他就告訴你 我當初是怎麼想的 一二三四解決了 可是實際上他演講的時候 他說根本不是這樣 他可能花了三四年 他可能trying the error 想都想心 想都想心 這個是我們的thinking thinking 是我前面有一些條件 根據我的邏輯 然後根據我觀察到的現象 我開始去想各種可能性 那這個各種可能性都有可能 我要一一的排除 一一的去嘗試 可是當你寫論文的時候 你不需要把那種各種可能性 全部都講出來 你可能說一開始就說 我有一個hypothesis 其實那個hypothesis 是你最後發現的答案 然後你倒過來寫說 我一開始的hypothesis就是它 所以我設計了實驗 然後你看果然 最後跟我的預測一樣 所以我就接受它了 那實際上更不是 你一開始可能有二十個hypothesis 然後其實其他的十九個 都已經被你排除掉 我最後只剩一個 可是當你在跟別人溝通的時候 我不一定會講那一段 那我怎麼訓練學生 一個很好的溝通的技巧 這個其實是很高的藝術 那我覺得我們台灣的學生 在這一塊是欠缺的 所以剛剛朱老師提到 有很好的評量的策略 就是說你講出來的才算 你表達出來的東西才算數 我老師無必要去猜你腦袋想什麼 當你講不清楚的時候 我就會問你為什麼是這樣 為什麼A變B 我們老師常常會犯一個錯心 你很聰明 你一定知道A就是這樣 所以才會講B 這是不對的 在所有的評量的 criterion上面來講 我定出來 你只要能夠 你有好的hypothesis 然後你根據這個hypothesis 跟這個實驗設計之間的關聯 是不是一致 然後你最後的證據 跟你的結論是不是一致 這個東西就是你的評量的標準 所以當然 它不會是一個筆 我丟一個測驗券 然後看你考幾分 它當然不會那麼的簡單 然後它可能有一部分 也要讓學生自己來互相自體 可是在這個自體的過程當中 你要訓練學生 它真的是按照這些標準來自體 因為學生要了解 好的科學表達的標準是什麼 而不是亂評 因為它講得很精彩 圖片很漂亮 所以我就給它很高分 不是這樣 是它要知道 我們在做科學溝通的時候 它是有一些標準 所以透過學生的字評 老師的評分 也是在訓練學生了解 什麼樣叫做一個好的 科學訊號的 科學訊息的傳遞 或我們叫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就是科學性的一個溝通 那它跟我們私底下 講題面的溝通是不一樣的 科學性的溝通 我們有一些要件 我今年會提一個跨國的合作案 就是在談 我們可能會利用三到四年的時間 去把所謂的科學探究史座的 評量的基準把它定出來 就是跟泛國這一邊 我現在只是一個 比較rough的idea 比如說我至少可以告訴你們 當你在學生的科學跟探究能力的時候 我們至少可以有四個面向 比如說我從方法 探究的方法來看 這邊是我的方法 這邊是我的對象 縱軸是我的對象 橫軸是我的方法 縱軸的對 橫軸 這個 橫軸的方法呢 我可以有歸納的 一個 heads 了 可以有benefies 的 可以有 MILES 了 可以有野藝的 حد探 hypert肢項的 可以有野藝的 重軸的 我可以是資料 基準的資料 跟已知的知識 所謂的資料 就是經驗資料 我一場生活中看到的現象 或者我累積了長久 睡夜所累積下來觀察到的數據 那知識呢 包括過去的科學家所產生的一些 不管是Fetual Knowledge 比如說烏鴉都是黑的 或者是紐頓定律F等MA 或者克普勒時分計 這個我把它叫做知識 那我一般來講 科學看就 我剛剛特別講 它不是只有做假設 設計實驗 收集數據 驗證假設 不是只有那個approach 那個approach 其實基本上是演繹對資料 也就是我看到一個現象 我要詮釋這個現象 我要提出一個理論 提出一個理論去解釋資料 這是演繹的一個過程 然後你要預測 如果你的理論是對的 你做一些實驗操弄之後 你應該會看到什麼結果 這也是演繹的過程 所以當你設計的實驗 看到你所想要看的結果 你就說你看 我的假設是對的 所以我驗證了我的hypothesis 這個是我們以為 科學家都在做這件事 可是其實不是 我有很多的歸難 我直接對資料做詮釋的過程 比如說科普勒 三大行星的運動定律 它有沒有理論 沒有理論 理論一直等到什麼 理論定律它才開始解釋 科普勒的三大行星 行星的運動定律 對不對 就是你單位時間 掃過的面積是一樣的 這個不用解釋 這個是經過可能幾百年的天文學家 一直在做觀測 做了幾何的紀錄 然後推算出來的結果 他沒有辦法解釋 為什麼是這樣 但那個過程重不重要 很重要 他找到了 我剛剛講 find a pattern 找到了三個特色 行星整個運動的 然後最後 牛頓才提出了一個解釋 去解釋這個運動 提出了萬有的理論的解釋 所以這個非常重要 有很多的科學家 其實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當我們設計一個 探究的活動裡面 你可能要先把它切割 有些地方我訓練的是這塊理論 那你希望學生看到什麼 那所謂的歸納知識 就是我們過去比如說 氧化論跟什麼 燃燒或者燃數論 對不對 我們解釋物體會燃燒 我們有用燃數的理論 或用氧化的理論 可是這兩個理論 同樣是要解釋這個燃燒 那我就會問說 他們有什麼共同性 他們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有什麼一樣的地方 我去比對過去的知識 我是透過inductive approach 去瞭解過去的知識的意圖 那最後我如果可以提出一個 更好的理論 把他們兩個的適用的條件 都包括進來的話 這個叫做我用典異的 approach 去處理所謂的 各種不同的理論 我提出一個meta theory 我提出一個更好的理論 它更有包容性的理論 可以適用過去的理論 在不同的條件下成立的一些現象 那其實這是一個很簡單的架構 那你怎麼用這個架構去評量的學生 當然就要看你自己對這一些 所謂的科學本質的理解的程度 那老師們常常只看到一個點 老師只看到一個點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很重要 但如果把這個東西都丟給老師 也很公平 因為老師可能過去學的這個東西不夠多 所以這個我們需要有一些 更大的計畫來support 然後找更多的種子老師 來加入我們 一起去探討各個可能性 在所有的活動 比如說像剛剛我們今天 昨天跟今天帶的某個活動裡面 如果你要仔細的去解剖它 一定每個活動都可以發展出 這四個部分 一定都可以 就看你怎麼引導 所以我應該想說 這兩篇的工作坊 它只是一個起頭而已 它不是一個好像結束 就是我告訴你探究應該這樣教 我們只是給你一個 很粗淺的範例 告訴你探究的精神 至於怎麼樣把它發揮到更好 我覺得我們還有非常長遠的 因為畢竟探究教學 跟我們的考試文化適合的輸入 所以當我們要去改變它的時候 我們還需要很多的文化 這個 畢竟探究其實是很困難的 不過從我們管理的來看 就是看他講的 其實是對情緒漸進的 大家可以慢慢慢慢來 什麼叫慢慢慢慢來呢 這個慢慢是因為 我們如果一年期開始執行 其實是一年前 一年期 外加一年期就開始 他在前面其實根本就不是 學過什麼探究文詞 你自己也在這三年之間 或是說在那幾年之間做一個 學習或是 或是一種種方法 那當然我們盡量 找一些資料的一個方法 不過我可以有些經驗跟各位分享一下 你們都知道我們有帶一個 化碧片 我們有帶一個邊論散 其實這兩個讓我覺得 我們教再多的是任務 OK 他們本來就很厲害 但他們也就是天生就很厲害 他們怎麼厲害呢 我們剛開始 很多學生是從中一中來 中一中你知道學他們做書社 他們有一個人對這個學生特別的瘋狂 然後他就帶動了他們學生的風氣 然後他們就自己形成團體 那現在為什麼轉到建宗來 你知道嗎 建宗他們有形成團體 然後中一中就沒有這個團體 建宗跟他們中一中做法完全一模一樣 他們學生當老師上課 上課的那個內容就是我們平常 他們是要的那個內容 然後他們就這樣問啊 然後一個禮拜兩天 所以他們學生 做建宗他們學生 從柏山進去的學生 他們就跟他們一起上課 他們的問題的做法 其實跟各位在那邊討論文明書 老師 結果是一模一樣 我去看位置 喔 就是很厲害 因為他們程度都很高 所以我才想起說 欸 確實是這樣嗎 龍生龍父生鳳 然後附生的兒子非常多 因為你的習慣就是這裡 他們的習慣就是在那邊思考 都很好的 這個是非常非常故意的 那我們 今年來把這樣的一個東西 放在這個課章裡面 來做這樣的執行 OK 更是 我是覺得可以對那種 很多學生來做這樣的練習 不過各位也不要忘了 我就說 怎麼講 我就說 他的 就是 學生分部範圍是很旺的 OK 那 他們的每個分析槍都不一樣 我剛剛舉的那兩個例子 一個是Demonside 一個是IPECHO 因為他們都是用science的 物理的方式 所以那個強度跟那個 那個 怎麼講 強度跟深度就是 蠻c 也蠻高 但是那個模式是一樣 所以同樣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用在 那個 文科的那個是 但是 可能那個topic 會是不太一樣 很想要今天研究這個topic 因為 我個人是認為 研究topic 真的是非常非常多 就是看你怎麼去設計 那 講到平良 我的想法是這樣 我可能給你 用大一套 對不對 因為你們要面對父母 他不用面對 所以他可以用企劃 你們不能用企劃 你們要列表 OK 譬如說 譬如說 探究跟實作課頒聯繫 探究有幾個 四個面相 你就把那個四個面相 拿來拿來 給多少分 好 實作 哪幾件事情 沒有那個 這樣的話 你就有一個版本 你這個實作 這邊是 我給多少分 你就還記起來 多少分 那 我比較建議的 另外一件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 你們都會記筆記 你要教你的學生 一定要記筆記 因為我看過太多例子 看我們系上的教授 都知道的話 會記筆記了 六年之內生教授 不過會記筆記了 十年還生不了教授 OK 這真的是有差 因為他事情太多了 我不是說你 我不是說你 你太厲害了 你的腦袋不是電腦 我是說我 所以 這個要讓他們 其實做這個實驗的紀錄 這個紀錄 其實就是你來評判 他到底有不好探究 然後很好實修 的一些 一些 很多分數 那最後呢 要做這種分享 那當然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但是 我沒辦法 我就把它分成三類 影響文字類 OK 另外一個就是 Complication表達類 最後一個 我應該讓他 有個成果類 怎麼樣成果 因為現在小孩都喜歡 Videos 對不對 要拍個Videos 對 就是發表 對不對 我就 掌握這三件事情 然後掌握到 看就那四個面相 然後掌握到 十說跟幾個要求 本來也跟你幾個一樣 按照那個 一個一個列下來 最起碼我覺得 可以先度過一兩年 最起碼可以先應付一下 我就是按照這個 課告 那個 就是領告裡面 寫的 我就把它寫下來 我覺得這樣子比較實際 然後 三個 三個最後的成果 就是他的 他的那個 文字 口語 他最後 會把他紀錄本 整理成一份報告 然後呢 Videos 就是他們團隊的合作 因為他們有紀念性的 到底不一定要拿來做 Series評分 那等於是他 在火部的歷程中 裡面的進行 另外一件事情 為什麼要把那個 這個排件性可能 這個可能也跟各位提醒一下 你說 為什麼要把他的 這個實驗器 我紀錄下來 這個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的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的文字的訊息 你平的方便 另外一個 以後 真的會有P的這一項的話 X加Y加P 如果真的會有P的那項 他是有一個學習例子 他可以有一個呈現的東西 包括Videos 另外就是他 他如果他的那個 呃 實驗的那個紀錄本 紀錄得很好 其實也是不錯的 我只是提供了這些 評鑒的行動 抱歉啊 也是計畫型的 是比較誠實高 我們 我們第一點 我們先這樣做 我覺得是比較保險 好 謝謝 各位各位講一下 這樣子嗎 欸 你們都吃花生喔 吃花生就要答應 哈哈哈哈 菜花生 好 目的一點 目的 那各位教授老師 我分享一下 我今年 今年修正前 因為我去年是 因為我自己開始做 那 我今年因為 說是跟我的關係 所以我又重新設計了 一個十二小時的 探究飲食做的課程 那 我的流程大概是 因為我去年 發現到幾個問題 就是 第一個當然學生 他沒有探究的經驗 那五歲五中 一開始是用那個 雙豬進走的影片 帶他們去走 那個探究的避程 那在這個過程 然後因為 因為是說是那麼的關係 所以 我除了很多的 學習單 非常非常多 大概 一個教學活動 就會配合一個學習單 那 我的目的其實 一開始是為了論文 收集資料 那另外一方面 其實是真的 就是說 有些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我們選擇題的 自閉測驗 太粗糙了 太粗糙了 那 有些 細緻的那一面 沒有看到 那包括 然後講出這個效應 那個效應是 我也在克服喔 你不要想說 嘿 你們教授耶 我自己上課也會有一個習性 我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上課也是走動式的 然後我就會 欸 同學你覺得這個問題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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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留 然後 就他回答出來的 不是我心裡想的那個答案 馬上 下一個 你怎麼看 也不是我要的 你呢 所以這兩個同學會不會很受傷 會對不對 所以要改的是什麼 是老師啊 你為什麼老大也要有一個 你預設的答案 如果你沒有得到你那個 預設的答案的時候 你就放棄這個學生 你就放棄這個學生 可是 你再仔細想一想 你會發現 欸 這個學生的答案超級有創意耶 這個學生答案可以往下繼續發展 然後就出來不一樣的故事 所以我自己在修正這個習性 然後我也會跟我的學生說 欸你們這樣 這樣來到教學現場 你也要怎樣 然後昨天有強調一個概念是說 現在不是你要改變你的教材啊 你要再做得多fancy啊 多怎樣了不起 現在是教法的改變 還有你角色的改變 真的你不要上場打球 你不要上去解題啊 喔你講這個是速算法什麼什麼 沒有沒有 我們現在老師不是要做這件事情 但也像我之前講的 這件事情不代表說 各位老師 你們就坐在那兒 翹二郎腿 然後就開始 欸來來來 同學一組一組上台報告 不是欸 那個準備工作就是我們之前有談的 就是冰山下面的那塊 你浮出來的只有冰山上面一點點 這個是你在教學 你在課堂上看到老師在做的事情 喔看就是很輕鬆嘛 就通通叫學生做 如果做完以後去每組看看 欸你們這組怎麼做啊 欸你們這組怎麼做 你們要知道老師們在背後做了多少努力 他要先預期學生大概會有什麼樣的反應 他準備了哪一些材料 怎麼樣才是剛好 我的剛好是指你要有一點匮乏 就不能太匯乏 你全部都準備好了 你幹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 比如說我現在要做一定要 比如說什麼青椒黃牛肉 這邊 是我萬一我就是少掉其中某一個食材 我要怎麼努力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其實這個後面是 我自己覺得比較需要練習 然後比較困難的部分 大概是這樣子 那有沒有惡意 有哪一位老師 願意跟我們再分享一下 或者是問題 你可以提問 可以嗎 還是小朋友 不是小學四年級的小朋友 是那個大四 或者是大四岩壁的小朋友 十三個四年級 你有沒有什麼新的想要跟我們分享 我真的會委註 要拍一個 我跟大家分享 昨天的老師 我會講你主題 我不好意思 所以你問王振祐老師 他跟我們去法國 事文就清楚 他去法國的第一天第二天 開始看到這些活動 他就跟我說 這個東西在台灣是特意的動物 他是精華國中的教務主人 你知道精華國中是明星國中當中的明星國中 他只要那個升學率掉了五個百分點 他就開始擔心說 這個精華國中的名譽 混在他這一任教務主任的神裡面 然後他就從頭被我罵到我這樣子 當他到最後兩三天在法國的時候 他就跟我說 王振老師 這個真的很難 但是非做不可 他說非做不可 因為當你看到孩子 在做科學探究的過程中 臉上的笑容 那個比什麼 你要他學什麼知識都來得重要 很多東西 你到大學再學都來得及 沒有必要在這個時間點逼著他們 要學會這麼多的知識 可是如果一旦他的興趣喪失了 你教什麼都沒有用 這個 我都每次都拿別人的例子 這位老師很好笑 你下次看到他的時候可以 也要鼓勵一下 你自己有問題 你要分享 我不要忘記 因為我 就是我們上個都還沒有實際的教學經驗 所以 我們 我只能就這兩天看到 各位老師們 在討論過程中我自己的想法 對 然後 我在下課的時候 因為約約聽到其他老師在討論 然後我聽到 有一件 有一點 有趣的事情就是 昨天跟今天兩天的 大家討論的情況 昨天討論的情況的時候 大家討論得非常熱烈 尤其是在早上 下午的時候 下午做太陽能綁 那 昨天在下午 昨天下午 在討論太陽能綁的時候 大家都互相提出 因為我們各個不同科的老師 那老師都會提出自己領域上的問題 那 以及 自己領域上的解釋 去解釋其他老師可能不知道的問題 可是感覺到今天 就是 今天討論的那個熱度 就比較 沒有這麼高 我的感覺 對 那 我在想說 就是 會不會這個 這個 這個 這會不會 這會不會是一個現象 就是 我們到時候去 教學現場 讓學生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那 這些學生會不會因為 有點像是 我們以前考試 那我們就是一直填牙一直填牙 所以學生習慣了這樣的教學模式 我就開始怠惰 我就有自己的方式去 面對這個教學方法 那 這個會不會 就有這兩天啦 這兩天的感覺 第一天跟第二天的差別 那會不會 實際在教學現場之後 學生會不會也會有這樣的反應 然後 這是我自己的想法 跟討論的 我今天講很多話 其實不太適合再講 那 昨天上了討論的情況 因為我有事情 所以沒辦法過來 那也許 大家會在一起說 今天會有什麼樣的一個 一個 討論的過程 但是這個討論的過程 可能第一個 老師不一樣 所以那個引導的能力 可能也不一樣 所用的話語可能也不一樣 活動的性質可能也不同 活動的內容 大家能夠參與到什麼樣程度 可能也不一樣 所以可能會有這樣的一個差別 那 剛剛 任教授講的 鄭佑的例子 他在飛機上面 一下飛機的時候 我們在拿行李 他說我們到底來這裡幹什麼 我覺得我們台灣的探究活動做得很好 法國有什麼好 有什麼好學的 或者說我們學回去之後 你看大家又要考試 大家在什麼時間要推動 根本考試都已經 時間都不夠了 我們到哪裡去深入這些時間來做探究 到了幾天的時候 我慢慢 剛開始我的想法是跟他一樣 不過我在小學到其實比較幸福的 因為我們小學到沒有一個會考一個國中 跟高通的那個蓋子在那邊 所以我們可以 用比較大的團性跟權力去玩這些 一直到回來的時候 他跟我講說這個真的很有趣 我感同身受 那我感同身受的一點是 不管我們在哪一個位置 不管是小學端 國中端 高中端 大學 我一直把握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 我要讓學生熱愛科學 就這四個字 我在小學端我非常謹慎的 因為這些學生 將一匹原料送到小學來 我怎麼樣讓他激發興趣 或者是我的能力沒那麼好 至少讓他保持 對科學的那種最原始的熱愛 送到國中端 國中端的老師 能夠讓他維持對科學的興趣 我喜歡科學 而不是我一想到科學 就馬上跟公式 跟科學知識 跟考試連結在一起 我相信有的學生 你給他高壓 給他壓榨 給他訓練 他會很開心 他科學表現會很好 我絕對相信有那種學生 可是有很多的學生 他可能是我們一給他 考試或是那種評量等等 他可能就害怕了 那這些學生到了大學端 他們習以為常 變成蒂固的那種被訓練的模式 我不相信說過了高中畢業之後 到大學端會有什麼樣極端的改變 沒有 他們還是在等他 所以各位我在小學的時候 跟我去東華大學教 我都同樣聽到一句話 老師我的答案對嗎 跟老師我這樣做可以嗎 所以我就知道說 其實我們這樣一路 學生被我們這樣一路 教育的路這樣訓練上 其實他們的那個 對科學這個事情 表現的一些Pater 其實是一樣的 那這些人以後 他變成父母之後 你說他會喜歡科學嗎 因為科學來講 變成是跟考試跟壓力 跟一些以前他不好的經驗 生活在一起 科學對他來講 好像不是用來解決 他生活 生活問題的一部分 所以他變成會 好像我解脫了 我沒有跟科學在一起了 那當然我們這樣 現在在推那個科普 如果要走到民眾之後 當然會很辛苦 所以我在小學端 我其實一直 很戰戰兢兢 要維持一個小朋友 他到普通班的時候 很喜歡科學的 很喜歡超度的 就是我在小學端 以我的身分 我唯一能夠 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以上的分享 謝謝 剛才人教授提到 周浩老師他講 就是實施科學探究課程 學生眼睛發亮的五個衍生 那剛好如果帶一些照片 就是我實際 在課堂上 帶學生進行 科學課的一些照片 那我覺得 如果老師回去 要實施科學探究的課程 第一個遇到的問題 可能是你會發現 學生的表現不如預期 所以他們的討論 可能不是 大家想像這樣 那我覺得在 平常的課程當中 就可以慢慢的 就是不要一次給他們太多 就比如說 一開始 一個實驗之前 先讓他們預測一下 實驗結果 然後記錄一下 然後開始討論 實驗之後 就開始讓他們發表 那這個是他們在 做一個很簡單 融解的實驗 融解的實驗 我就先讓他們預測 實驗前跟實驗後 他們覺得重量會不會改變 因為小朋友在這裡 有一個迷失概念 他們會覺得說 融解之後消失 重量就會 恢復到原來的樣子 那一開始他們在進行 這是他們開始在 攪那個糖 觀察那個糖顆粒 有它的變效 那我們希望它從那個 重量沒有改變 然後他們發現水會上升 它有顏色變化 可以間接的去推導 所融解之後 物質還是在水裡面 那我們會發現說 小朋友在進行實驗 即使是簡單 非常簡單的實驗 他們也會十分的專注 那大家可以看到那個 學生的表情 就是跟平常 比如說要在考試 或是一些 比較突兆的課程 不太一樣 那我覺得這些是 可能可以鼓勵老師們 勇於在課堂當中 進行這樣嘗試 那也希望 各位老師在課堂上 都可以看到這樣子 美麗的風景 我們其實就是拉拉隊 我知道 在推行這個 探求史上的教學 當然 會有很多的評級 那這個也會面臨到很大的壓力 OK 是 可以 首先我覺得 我是很幸運 可以跟一群老師 還有一些準老師 在這邊度過兩天 非常愉快的課程 我覺得就是 自己學得很開心 才能把這樣的快樂 跟熱情帶給學生 對 那的確就像 朱老師剛剛說的 因為我不是 在課很可惜的老師 我不是物理老師 也不是化學老師 那不是地科老師 也不是生物老師 但是 那時候為什麼來抱這個演習 是因為我想抱著試試看 如果有缺點可以進來的話 其實我很想要解 什麼叫 太舊式教學跟實作 然後 這樣子可以把它 融入到課程當中去 然後 然後 可是 我剛說我要問問題 我先把我的問題問問問 人給我忘了 對 就是 昨天跟金鐵老師 對想 是從法國 帶回來的經驗 那我的問題是 為什麼是法國 因為我對 太舊式教學 不是很了解 不好意思 離你的手已經很遠 然後 第二個問題是 在教學現場 常遇到的一些問題是 比方說 像我們是 整合跨影域的經驗 在做一個思路的課程 那 我們如果在 學校裡面教的時候 假設 國小已經上了 碳基石教學 國中又上了 碳基石教學 高中又繼續 讓他們 體驗 碳基石教學 那 基於現在目前的 教學設計的 裡面 可能是重疊型的 就是如果學識的 會不會有發生 那種 那種差狀 就是 國小老師教過一次 國中老師又 又來一次 然後 高中的老師 可能又有一些 不同層次 但實質類似的 設計經驗 那 不知道就是說 在面對這樣子的一個 可能發生的狀況的時候 怎麼樣子 讓自己可以 我不知道那個方向 對 所以 我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比方說 我自己本身 我自己本身做 總經常教學 對 那 我也 做過一些類似 像體用 設計的課程 然後我覺得就是說 現在的學生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你讓他 準備考試 他的眼神會很呆滋 你讓他 聽講述的課程 他會睡給你看 然後 但是如果你讓他 他參與討論 他可能會 討論的東西 不是你要的 然後殺了座車 然後 如果你幫他做操作 那就很好玩 就是會有很多 插出很多 亮點跟火花出來 那也許有些東西 就不像是一樣的東西 但是 但是 在實際操作過程當中 我覺得很有趣的就是 假設你抱著一個欣賞眼光 在看整個過程 然後 你會有很多 不一樣的生活 就是說 我們過去 可能會 比較希望說 像很多學生 他會問的時候 是我這樣子的答案 對不對 然後我通常會講說 那你再想想看 然後真的不行 我們討論看看 那 我不習慣給標準答案 可是當學生這樣問我的時候 會覺得很傷心 因為我會覺得說 我今天給你標準答案 家人進入到社會當中的時候 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對 所以 其實我覺得今天有課程 對主來課程 對主來課程 我們這一組 一直都要洗牌 換老師 可是每一個時間都做到很開心 對 所以謝謝老師 好 也是慶祝老師 謝謝 我先解釋一下 為什麼是法國 這個法國 其實沒有特別去挑 就是 教育部給我的任務 原因是我們去年 教育部請了 兩位 法國科學院的院士 一個是 一個 一 Gay Head 一個是 Venner Pierre 那這兩個都是目的學家 一個是天文學家 一個是目的學家 一個是目的學家 但你知道法國科學院 自從陽三大那個時代就成立了 那很多你聽過呢 非常有名的科學家 都是法國科學院的院士 非常有名 不認不認 啊 都是法國科學院的院士 法國科學院的院士它是終生職 也就是說今天有看到有一個新的院士被選進去 就是有一個院士已經生了 才會有一個新的院士 所以是非常非常高的舞蹈 那照顧在去年起 這兩位院士來講 他們都是那個老闆 他們翻成台灣叫做動手作基金會的創辦人士 那總共有三個創辦人 這兩位是其中一個創辦人 那為什麼他們當時會創辦這個動手作基金會呢 因為法國在1995年左右後 國小在國小裡面交科學的比例低於10% 也很難想像 我們自然科不是必修必教課嗎 這是我們的課程之一嗎 可是他們的師資 其實我們台灣也某種程度過 因為我們台灣算是很早就有所謂師培教育的這種概念 就是早期的師院 現在的師範大學 我們老師都有一定的培養的過程 那很多國家早期師 可能高中畢業就可以教國小 大學畢業就可以教高中 你就可以想辦法應徵進去 那法國當時已經到了1995年了 他們的國小老師具有科學背景的能力 能夠教科學能力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他們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不教 我就把這個課拿去上別的東西 所以他們少於5%的國小是教自然科學的 那他們政府就覺得非常嚴重 那就要想辦法去解決 那他們的好處就是這一群科學家 就是非常優秀底堅的科學家 就跳出來想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他們的問題就是 我找一群機構來幫你設計套課程 老師你不懂科學沒有關係 我到大學裡面去找科學主修的學生 當做他們的學修學分 進到教學的現場去跟老師多辦 比如說你是學歷史的 可是你是國小的導師 你非要教自然科學 你又不懂科學沒關係 我就給你一個物理系的大學生 來跟你當 所以你需要的知識 都由他來幫你解決 那我現在就要想一套是 你不懂科學 你還是可以教得非常好的方法 那什麼方法 就是探究室的教學 所以我才剛講說 探究室教學不是老師不要你給答案 你只要懂得 怎麼引導學生去找答案 這是他最重要的精神 到了去年科學他們的調查是 45%的學校 全部採用探究室的教學在上課 那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討論 當然在台灣已經說 我們8%都教自然科學 那有什麼困難 重點他強調的是 用探究室的教學方式在教科學 那我去年請他來的時候 烏斯華教育部長也同樣的飛到法國 我去看了他們其實深受感動 所以他就要求我們這邊要有個計畫 是帶著老師去那邊參訪 然後把他們的東西帶回來 所以那時候就找到過 所以這個是這個企業 所以我們沒有特別要教法國 不過我根據我去德國的參訪紀念 其實非常類似 就你看到比較好的教學 其實他們都是學生講的比老實多 這個很重要 我以前自己在上記錄嗎的 我們老師也說 最好的教學就是 答案都是學生講出來的 不是老師講出來 只是你怎麼樣答案 讓學生自己講出答案這件事情 就很重要的 這是你教學最高深的能力 就是從這裡面表現出來 然後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OK 這個其實是蠻重要的 就是 所以我剛剛在講說 這個歸納演繹的部分 如果我們看最好的方法 我覺得台灣 我必須領良心講 台灣在這一塊來講 是還不夠紮實 就我們的課程 雖然我們從小學來講 探究實作 國中來講 探究實作 高中來講 可是這到底怎麼切割 那如果你對心理學有些了解 我們就知道 小學是所謂的具體運思期 或具體操作期 到了國中14歲以後 學生才走入所謂的 實事運思期 行事運思期 他可以做 他的前提的假設 是以跟他經驗有充補的假設 他去做推論 那具體運思期的函足 他沒有辦法 比如說你跟具體運思期 還是說 如果早上下雨 那你今天還會來嗎 小學生跟你說 他早上就沒下雨 才來問我這個問題 他沒有辦法去做 一個假設性的前提的推論 那到了具體運思期的時候 他就說 今天天氣很好 所以我來了 如果今天天氣不好 我可能就不會來 他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推論 所以在小孩子 如果我們設計的探究活動 我盡可能的是跟感官之面有關的 他可能能夠具體體會的 所以不管是歸納或者是演繹 我們盡量都是讓他碰得到 摸得到 聞得到 看得到的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但是隨著他的年齡增長 我們可以開始有文觀世界的結構 有數學符號的 這種抽象的 取代我們複雜的推理的過程 慢慢的引進 比如說到了高中 我們可以介紹怎麼樣用Excel 做一些 方程式的 simulation 他可以取代掉 我們一些很複雜的推理的過程 比如說像 你們剛剛在設計實驗的時候 比較有概念的就是 我要控制電音 所以那個燈的距離 我就要控制得很好 要同時開同時掛 可是即便你這麼做 你還是很難保證 他的加熱能力的power 是怎樣的 對吧